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玄学灵异小说超品相师 作者九灯和善 演播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1570世纪 听到云起这话 白罗整个人一下子丧气 他现在知道 为何他先前说出 给予萧丽内族人身份的时候 现场没有多大的反应了 因为相比起来 天玄给出的待遇 一个白家内族人的身份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而他也不可能开出 比天玄更高的条件 哪怕是他这一脉 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情 萧丽 你现在可以做出选择了 云起目光看向秦宇 在他和浩敬山的心中 秦宇只要不加入白家和对方的家族就可以了 至于天玄一族倒是无所谓了 毕竟天玄一族虽然也是四大家族 但是天玄一族走的路和他们不同 相比起其他三大家族为了资源和利益的竞争 天玄一族显得很平和 从来不会参与其中 甚至有时候其他家族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最后还得是天玄一族出来当中间人 所以秦宇被天玄给带走 在浩敬山等人心中 倒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让只有白罗是十分的沮丧 为了第一时间赶来 他燃烧了三年的晶圆 那是相当于三年的寿命 而且对于境界也有一点损伤 白罗内心充满了不甘 在他想来 这是他翻盘的唯一机会 甚至也是他们这一分支的一个大好机会 但是再不甘 白罗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竞争得过天玄 只要不是傻子就会知道该怎么选择 秦宇的目光在浩敬山四人身上扫过 最后啊 落在了天玄的身上 而此刻的天玄呢 脸上挂着笑容 因为他对自己开出来的条件很有信心 就等着秦宇点头答应 天玄长老 真是不好意思了 感谢你的看重 不过我最后还是选择白讲 天玄的笑容凝固了 浩敬山和云琪傻了 而白罗嘴巴更是张得老大 这表情啊 就好像突然被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给砸到了 小 小脸 你说什么 你确定你没有说错 扮赏之后 最先反应过来 浩敬山不确定的问道 没有说错 秦宇点头 很肯定的答道 全场终于是反应过来了 爆发出来了巨大的议论声 小脸 你再说一遍 云琪也是一脸的不敢相信的神情 这小脸 难道是脑子有毛病啊 什么再说一遍 没听到小脸说了 选择我白家吗 白罗这会儿啊 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开口 瞪视着云起 天玄没有理会白罗他们的争辩 目光紧紧的锁住秦宇 问道 为什么 天玄到现在啊 都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输给白罗 为什么萧丽不选择他 而选择了白罗 其实没什么 就是我喜欢白这个姓 秦宇笑着答道 笑得很天真 很无邪 但回答的话 却是让得现场不少人 想要有奏秦宇一顿的冲动 难道 这就是有天赋就任性吗 白罗 这名字哪里好了 天玄周美 他是没有感觉出来 这名字哪里好 相比起来 还是天力更好听 听到天玄这话 浩敬山和云起 忍不住想要开口了 因为在他们想来 这根本就是萧丽的一个借口 怎么可能是因为姓氏的缘故呢 可他们没有想到 秦宇却是一本正经的回答道 可能是因为 儿时的一个回忆吧 因为我小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叫丽白 丽白 没错 我小时候的衣服什么的 都是他帮我洗的 秦宇的表情很正经 因为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 丽白洗衣粉 不伤手的洗衣粉 自己小时候啊 老妈洗衣服用的就是丽白 天玄没有再说话 目光盯着秦宇 一旁的白罗 害怕天玄恼羞成怒 连忙挡在秦宇的面前 说道 天玄 既然萧丽 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了 那我们就不得强加干涉了 我只想说最后一句话 如果不用你改姓事 你可愿意跟我走 其他的条件不变 天玄的话 再次引起了现场 所有人的震惊 如果说秦宇的话 让他在场的人忍不住 想要揍他一顿 觉得他有才 任性 那么天玄的话 就让现场的人 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这萧丽都如此拒绝了 竟然还要退让 难道你天玄长老 就不要一点面子 堂堂四大家族之一 为了一个所谓的天才 如此的妥协 还要不要一点 四大家族的脸面了 何止是那些百姓不理解 就连浩敬山几人 也是不理解 虽然他们承认 萧丽的天赋 确实是很好 但是天赋 只是天赋而已 最后到底能不能走得远 还是另外一回事 白罗也是愣住了 他也没有想到 到了这个时候 天玄还不愿意放弃 这时 他又没法开口阻拦 虽然说 刚刚萧丽是答应了他 但只要没离开这里 萧丽就有反悔的机会 萧丽有些诧异的 看了眼天玄 此刻就是他 都有些看不懂 这天玄为何会如此的 想要自己前往天机一族了 虽然说自己表现出来的天赋 不错 但从浩敬山他们的表现当中 也可以看出 并不是非得到不可的 所有人都不明白 天玄到底是如何想的 但只有天玄自己清楚 如果先前他没有使用过 天机一族的神通 紫眼通 那他也不会这么坚持 紫眼通是天机一族 四大神眼神通之一 紫眼通能观察到 一个人的气运 一般来说 越是境界高的人 气运也就越好 而那些天才 虽然天赋惊人 但不一定就意味着 气运会好 实际上 除了天机一族的人之外 外人很少知道 天机一族在招收一些 天才弟子的时候 都会使用这紫眼通 就是想要看一下 这天才的气运如何 气运决定着极远 决定着可以走得多远 虽然说 人的气运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一个高气运之人 只要是在他们天机一族的帮助下 这气运只会是越来越高 而看一个人的气运是否高 就看在紫眼通之下 所显示出来的紫气 环绕有多少 但是让天玄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对萧丽使用紫眼通的时候 所看到的竟然是万丈紫气 这紫气将萧丽整个人 都给萦绕在了气中 紫光耀日 气冲星河 当初刚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天玄差一点 没有震惊的惊叫出声 最后以强大的自控能力 才忍住 没有让情绪流露出来 气冲星河 紫光耀日 这样的气运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也从来没有见到过 因为这样的气运 只记载在他们天机一族的典籍当中 上万年的岁月 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有人拥有过这样的气运 甚至天机一族内 不少人都觉得 这样的气运是不存在的 因为整个云梦之境 不可能孕育的出来 这样的气运 那等于是集合了 整个云梦之境的 所有气运于一身了 这可能吗 在对秦宇使用 紫眼通神通之前 天玄也觉得不可能 但是现在 他相信了 这样的人 是真的存在的 不但存在 而且就在他的眼前 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开出 超过了他的权限范围的条件 因为他相信了 当那些长老 看到过萧丽的气运之后 绝对是会同意的 天玄长老 真的是对不起 我没法答应你 秦宇依然是拒绝了天玄 秦宇这话说出口 在场的人 也都没啥反应了 因为他们都麻木了 此刻他们对秦宇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有才 任性 天玄没有再说话 作为天玄一族的族人 族规的第一条 便是不可逆势而为 既然对方连着拒绝了三次 那就意味着 这萧丽 是真的和他们天玄一族无缘了 至少目前来看 是如此 有什么事情 可以到我天玄一族的圣城来找我 留下这句话后 天玄飘身离去 他再怎么豁达 也毕竟是堂堂一族长老 被拒绝了三次 已经是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天玄离去 留下的话 却是让得浩敬山和云齐两人 脸上露出羡慕之色 回归圣城 是他们这些外堂的长老目标 但是在没有在外堂待满五十年 完成任务 他们却是不能回归 天玄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就说明天玄已经是完成了任务了 可以回归圣城了 好了 既然萧丽你已经是做出了选择 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你今天的选择 老夫也走了 浩敬山和云齐也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他们不想再看到白罗那憋都憋不住的笑容 因为那笑容在他们眼中 太他妈刺眼了 萧丽 老夫向你保证 一定竭尽我所能 替你争取到最好的待遇 白罗上前拍着秦宇的肩膀 郑重地说道 秦宇撒人一笑 这待遇不待遇的 自己根本就不在意 不过呀 他有着另外一个小要求 白罗长老 不知道我能不能提一个小要求 我有两位兄弟 他们也通过了考核 不知道能否跟我一起前往白见 秦宇手指着台上的夏天兄弟 而在场的所有人听到秦宇的话后 目光一转 全都用羡慕的眼神看向夏天兄弟 因为他们清楚了 这萧丽给了白罗长老这么大的面子 白罗长老肯定是会答应萧丽的请求的 不用再去府里鄙视 就可以成为外门弟子 这让那些擂台上的其他种子选手 心里突然有些沮丧 自己拼死拼活的战斗 还比不上人家 因为有一个牛逼的兄弟呢 可惜呀 这些人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不然秦宇会告诉他们一个词 叫做拼爹 不 是拼兄弟 当然没有问题 现在就可以一起走 白罗看了眼夏天兄弟后 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只是一眼 他就看出了夏天兄弟的境界 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实力 虽然不能说资质很好 但也不差 成为外门弟子 没有问题 再说了 就算真的资质差 看在萧丽的面子上 自己也会答应 不就两个外门弟子的名额吗 只要能够招来到 萧丽这样的天才 这根本就不算问题 白家的圣城之中 也是住着不少的修炼资质差的人 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资格 居住在白家 是因为 他们是某些大人物的家人 白罗张老 我们兄弟俩不去 让 让秦宇和所有人意外的是 夏天两兄弟 对视了一眼之后 竟然拒绝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 秦宇看着夏天兄弟俩脸上的坚定的表情 心里却是苦笑 因为他知道 夏天兄弟俩 为什么会拒绝了 因为昨晚 他在房间内 说的那一番话 萧大哥 谢谢你的好意了 但我们兄弟俩 想要靠实力 成为外门弟子 堂堂正正的进去 夏天一脸坚决的 抄着秦宇说道 秦宇没有再说什么 既然夏天兄弟选择了这条路 那么 他选择尊重兄弟俩的选择 白罗带着秦宇走了 擂台上的鄙视 还在继续 不过不少百姓 已经对着鄙视 没什么兴趣了 嘴里议论的 还是刚刚的这一幕 秦宇走了 不过在走之前 却是交给了夏天兄弟 每人一张符路 嘱咐他们 要是遇到什么难事 就点燃这符路 秦宇交符路 给夏天兄弟的时候 白罗是在一旁看着的 在白罗眼中 这符路也就是相当于 四品境界的权力一击 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 甚至他也跟着 拿出不少宝贝 赠送给了夏天兄弟 爱屋吉乌骂 秦宇的表现让他很满意 他自然也要表示一下 秦宇就这么离开了乾隆郡 然而关于秦宇 关于萧丽这个名字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将会是整个乾隆郡的 共同谈资 和来时的快速不同 当白罗带着秦宇 回到白家外堂的时候 花了一天的时间 哟 我们的白罗长老回来了 身为长老 在堂内其他长老都外出的时候 不坐手外堂 白罗长老 这是不把族内的规矩 放在眼中了吗 一进入白家外堂的大门 秦宇便是听到了一道 阴阳怪气的声音 话里带着问罪之意 白罗没有回答 带着秦宇 直接是走进了内里的院子 那院子之中 站着三位老者 和两位年轻人 怎么 就允许你们去挑选天才 就不能允许我去了 白罗看着这三位老者 反击道 天才 你别告诉我 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天才 三十多岁 才四品后期的境界 白罗 你的眼界什么时候 和外面的乞丐一个样了 白家的这另外三位长老 目光在秦宇身上扫了一下 便是收回 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 因为 在他们的眼中 秦宇展露出来的境界 是四品后期 三十多岁 修炼到四品后期 这样的天赋 成为白家的外门弟子 那是没问题的 但根本不值得 他们这些外堂长老 亲自跑一趟 每四年 在他们这个外堂 都有上百位年轻人 加入白家 成为外门弟子 如果每一位这样的年轻人 都要他们长老亲自出动的话 那他们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 白罗 你为了他亲自出动 难道就不怕被所有白家人耻笑吗 白修看着白罗 在他想来 白罗估计是被气坏了 所以才会去那什么乾隆郡 找来这么一个算不上天才的天才 白罗正要开口反驳 站在白修身边的一位年轻人 目光却是看向亲 开口说道 白罗长老 早知道 你要是找来这么一个人 那不妨和白修长老说一声就是了 我的仆人 刚满三十岁 却是无品境界 我把我的仆人介绍给你就是了 你 放肆 白罗气炸 这年轻人是暗讽他 找了一个不如他仆人的人 白罗 这是我从深海郡 从其他三大家族手中 夺过来的天才弟子 林双天 十八岁 已经是无品中期 你少摆你的仆 白修开口了 目光凝视着秦云 况且 双天也没有说错 他的几位仆人 也都是四品后期境界 年纪 也比你带来的这人 还要年轻 听到这里 秦云算是明白了 这白罗长老 在这外堂人员不怎么好 似乎是受到了排挤 不过 秦云并不在意这些 一个大家族内部有矛盾 是很正常的 甚至秦云都没有开口辩驳 至少在没有搞清楚 这几位长老背后 所属的势力范围之前 秦云没打算插手 这白家内部 争权夺利的斗争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万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金载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千五百七十一集 埃罗 你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还是你们这一脉 就是如此 一个个找的都是废物 另外一位长老白旺 也是开口了 就和你们那一脉的白景一样 堂堂王者血脉 可竟然着 你给我闭嘴 白旺不是你可以侮辱的 白罗历生打断了白旺的话 神情便是十分的激动 以至于身躯都在微微的颤抖 而一旁的秦宇 在听到白旺说到白景两个字的时候 双眸却是一宁 你刚刚说的什么 秦宇目光凝视白旺 开口问道 怎么 你这废物 还询问起我来了 有那么一瞬间 白旺感觉自己心神异己 虽然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但依然是让白旺恼羞成怒 自己怎么可能会怕一个废物的眼神 肯定是自己感觉出错 白旺 你什么意思 萧李是我招来的天才弟子 你要是直接针对我 那就直接对我来 白罗怒视着白旺 说道 白罗长老何必动怒呢 白旺长老也不是针对你 只是觉得既然让白罗长老亲自出动的 那必然是超级天才 只有这样才配得上白罗长老你的身份 不是吗 林双天开口了 脸上带着笑容 话里虽然是在吹捧白罗 那潜意识还是在针对着白罗 以白罗和秦宇的智商又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秦宇制止了白罗想要开口的举动 一步踏出 如果先前没有白罗那提到的白井两字 秦宇不会出头 虽然现在依然是不太清楚 但是秦宇至少是明白了一点 那就是白罗和白井之间应该是有关系 秦宇不觉得会这么的巧 会同时出现两个白井 白罗口中的白井应该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位白井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天才才值得白罗长老出动 秦宇笑眯眯的看向林双天开口问道 必然是要超级天才 林双天没有想到秦宇竟然会开口 在他想来 秦宇应该是躲在白罗长老身后不敢出来的 那你觉得你是超级天才吗 秦宇继续问道 我当然不算 林双天沉吟了那么一会儿 开口答道 虽然他心里觉得自己确实是 而且也经常听家族的长辈和身边人这样赞扬自己 但他觉得自己还是谦虚一点的好 既然你不算 那白罗长老的身份 必然得超级天才才可以配得上 可你不是超级天才 却是需要白修长老亲自去招来 我懂了 原来白修长老的身份地位 没有白罗长老高啊 秦宇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还跟着点了点头 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白修的脸色一下子阴了下来 也让林双天愣住了 更是让白罗嘴角抽出了一下 不过 白罗心里却是觉得姐气 没有想到 这萧丽的口才也这么的犀利 白罗 这就是你带回来的人 还真是目无尊长 老夫就带你教训一下他 白修右手一扬 就要出手 不过白罗却是早有防备 直接是挡在了秦宇的面前 白罗 你给我让开 今天不教训一下这小子 老夫誓不罢休 白修怒视着白罗 喝头 白修 你也一大把年纪了 喝一个小背计较什么 这都是你找来的这位说的话 萧丽只不过 是顺着他的话去理解 也没有什么错的地方 白罗笑着答道 身体却是丝毫不动 开什么玩笑 萧丽是他压住的宝 是他们这一脉 能否翻身的堵住 他怎么可能会让白修 将萧丽给打伤了 白修长老 既然白罗长老这么说 那就不妨让我来领教一下 白罗长老找来的这位 超级天才的本领吧 林双天走了出来 目光凝视着秦宇 怎么 你敢接战吗 林兄 何必需要你出手 对付他 我就可以了 另外一位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 也站了出来 目光看向林双天 让小弟出手 就够了 萧丽是吧 我叫赵琴 就让我来见识一下 超级天才的本事 赵琴 不需要你动手 他挑衅的是我 应该由我来 林双天和赵琴 相互之间 争抢机会 因为他们是想在白修和白网面前 表现一下 以得到以后 这两位长老的照顾 秦宇看着这两人 吵来吵去 确实有些无奈 自己难道看着 真是这么好捏的一个势子吗 别争了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省得浪费时间 因为秦宇的这句话 整个院子沉没了足足有三秒 小丽 不要乱来 第一个开口的是白罗 因为他觉得 秦宇是年轻气盛 说的气话 一个四品后期而已 怎么可能是五品中期的对手 更何况还要以一对二 白罗 既然这萧丽自己都说了 你就别阻拦了 白修听到秦宇的话后 在愣了那么几下之后 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白罗长老 你也听到了 既然萧丽 想要和我们切磋一下 那就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机会吧 林双天 目光转向秦宇 那毛子之中 却是闪过一缕 鹰狠之色 敢如此小瞧他 一会儿他要让这位萧丽 知道小瞧自己的代价 白罗长老无须担心 我有分寸的 秦宇也是开口 朝着白罗说道 白罗也知道 劝不住了 不过依然是目光 扫了林双天和赵秦一眼 传奇宗师的威丫 释放出来 切磋归切磋 你们都是我白家招来的天才弟子 谁要是敢下杀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白罗 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像小辈似呀 算什么呀 白修看到林双天和赵秦 在白罗的威丫下 呼吸变得急促 连忙手一挥 化解掉白罗的威丫 白罗没有再施展威丫 朝着身边的秦宇 低声说了一句 你现在的实力不如他们 不要逞枪 一旦不敌的时候 便是认输 这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秦宇笑了笑 他知道白罗是为他好 当下点了点头 而后几步走出 凝视着林双天和赵秦 给你们一个出手的机会 小丽 你太小争了 我来会会你 赵秦第一个忍不住走了出来 整个人直接是朝着秦宇走去 破风之声阵阵 双掌拍出犹如奔雷一般 化雷掌 怒吓了一声 赵秦的化雷掌 在即将碰触到秦宇身躯的时候 突然化作了倒倒雷声 一倒倒微小的雷电 在他的手心游动 最后 这些雷电化作了一道雷蛇 直朝着秦宇的胸口而去 速度之快 几乎是转瞬之间 便是来到了秦宇的跟前 而到了现在 秦宇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这让赵秦的脸上露出喜色 在他想来 肯定是自己的攻击太快 这萧丽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一旁观战的白罗 已经忍不住 是想要出手 不过就在这时候 白修和白旺 同时用契机锁定了他 只要他一出手 这两人 必然就会跟着出手阻拦 知道 知道那雷蛇 离着秦宇的胸口 只有一寸的距离的时候 秦宇终于是有了动作 右手伸出 中指和食指 直接是朝着那雷蛇夹去 自不量力 我这雷蛇之力 就是一般的无品后期的高手 都不敢应接 竟然还想着用双手去夹 真是找死 赵秦看到秦宇的动作 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 看向秦宇的目光 就和看向一个死人一样 然而下一刻 赵秦脸上的表情 便是凝固住了 因为秦宇的两指 真的将他那条雷蛇 给夹住了 雷蛇在秦宇的手上 就好像是被捏住了七寸一样 一动也动不了 太弱了 秦宇双指一甩 那雷蛇便是消失殆尽 这 白罗几位长老看到这一幕 眼睛全都一宁 以他们的境界 自然清楚这条雷蛇的威力 没有无品后期的境界 是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的 化解掉的 怪不得 怪不得天玄会开出这样的条件 这一刻的白罗 突然有一种迷雾 原来萧丽隐藏了实力 萧丽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四品后期 而是无品后期 白罗 将天玄会弃而不舍地 想要得到秦宇 理解成天玄看出来了 秦宇的真正实力 这一刻呀 白罗是彻底地放下心来 在背后紧握的手 也是松了开来 因为他知道 以秦宇的实力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相比之下 白修三人的表情 却是变得难看起来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秦宇隐藏了实力 而且还瞒过了他们的眼睛 我说了 你们一起上吧 将雷蛇化解掉后啊 秦宇的目光 又看向了一旁的林双天 而此刻的林双天 表情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无品后期 要比他和赵琴 都高出来一个小境界 一起上 林双天没有犹豫 朝着赵琴招呼了一声 在他的手上 出现了一柄长枪 而赵琴的手上 也是出现了一条鞭子 咻 长枪如龙 长鞭乱舞 林双天和赵琴 同时出手了 能够被白修和白望两人 亲自出动 去招收进来的天才 林双天和赵琴的实力 确实是不弱 而且两人呢 虽然是第一次配合 但却十分的默契 长枪和长鞭 向秦宇完全给笼罩在了其中 小丽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躲 林双天怒吼了一声 他相信 这一次 他和赵琴布下的天罗地网般的攻击 小丽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 一旁观战的白修 三位长老 也是满意的点头 以他们的境界 一眼就能看出战局 如果换作是他们伤的话 自然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 直接给击破 但是如果是五品后期的实力的话 是不可能做到全身而退的 白罗的神色 也是再次紧张起来 不过这一次 他倒是没有出手的冲动 因为在知道了秦宇是五品后期之后 他便知道 就算在林双天和赵琴两人的联手之下 萧丽也最多是受点伤而已 红隆隆 长枪和长鞭 将秦宇所在的位置 彻底地打成了窟窿 然而 当枪影和光芒消失之后 林双天和赵琴 却是傻眼了 因为 他们发现 眼前已经是没有了秦宇的身影 人啊 林双天和赵琴一脸的疑惑 而这时候 白修和白旺却是连忙喊道 小心身后 得到白修和白旺的提醒 林双天和赵琴 连忙一脸戒备地看向身后 结果却是看到 秦宇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他们的身后 正一脸笑盈盈地看向他们 这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刻 林双天和赵琴的心里 是无限的疑惑 他们不明白 在他们这么密集的攻击之下 秦宇是如何原地消失 而且还出现在他们的身后的 其实 不明白的 何止是林双天和赵琴 这一刻 白修四人的眉头 也是紧促 因为 他们同样也是没有看出来 他们也没有看到 秦宇是如何消失的 等到他们看到的时候 秦宇已经是出现在了 林双天和赵琴的身后了 白修四人不明白 秦宇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在那一刹那 就连他们都感应不到 秦宇的气息波动 这样的情况 让他们很不解 因为只有实力 比他们强的人 才可以让他们毫无感应 可要说 萧丽实力比他们强 那又不可能 密法 只有可能是密法 这萧丽不简单 另外一位长老 白眉的目光 看向白修 白修 你确定 萧丽 是来自于乾隆郡 不怪白眉 会有这样的疑惑 乾隆郡 那么偏僻的地方 历史之中 就没有出现过 什么大人物 又怎么可能 会有密法 好了 给过你们出手的机会了 现在 该轮到我出手了 只要你们能够 接下这一招 那就算我输了 秦与说完 右手点出 一粗火苗 在他的指尖出现 这火苗 化作了一朵莲花 朝着林双天 和赵琴而去 林双天和赵琴两人 摆出严正以待的姿势 这是 等到火莲花 朝着他们飘得 越来越近的时候 神情 确实有些困惑 因为 在这朵火莲花中 他们感觉不到 一丝能量的波动 就好像这真的只是一朵 普通的火莲花而已 就连白修四人神色 也是有些疑惑 他们同样是没有感觉出来 这朵火莲花 有什么威力 可正是这样 才让他们心里疑惑 因为他们不相信 萧丽召唤出来的 一朵火莲花 只是为了好看 一直到火莲花 的身侧 两人直接是裹着林双天 和赵琴急忙撤退 至于白眉 则是出现在了那朵 火莲花的面前 而后双手结印 在她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六芒星阵 六芒星阵 朝着火莲花而去 在接近火莲花的时候 突然化作了一个黑洞漩涡 将那火莲花给吞了进去 而此时的林双天 和赵琴两人 刚好被白修和白望放下 还不知道发生了 变故的两人 一脸疑惑地看向前方 这一看 两人是目瞪口呆 彻底的傻眼了 甚至身躯都有些微微的颤抖 因为就在那火莲花 被吸入黑洞漩涡的那一刹那 火莲花突然绽放了开来 刹那之间 滔天的火焰出现 无尽的火源 和那恐怖的高温 让得整个空间 都有些不稳了 就连那黑洞漩涡都摇摇欲坠 白眉健壮 神色也是微微一变 下一刻 双手联盟再次变化 点点光芒 朝着黑洞漩涡打去 每一点光芒 都击灭了一道火源 就这样 也用了斩查的时间 才让那火莲花 彻底的消失 林霜天和赵琴 只感觉遍体声寒 虽然现在火莲花消失了 但是两人都后怕不已 如果两位长老没有出手 那他们现在面对着 就是那朵恐怖的火焰 而等待他们的结果 恐怕就是化为灰烬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完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2集 火莲花终于消散了 黑洞漩涡 也是跟着消散 然而此刻 白罗四位长老 看向秦宇的目光 却是充满了震惊 你是特殊体制 白王第一个开口了 眼神已经是没有了 先前的不屑 带着一缕期盼 看向秦宇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体内就出现了火焰 秦宇指尖晃动 那里有着一处火苗在摇曳 一定是了 而且还是五行体制的控祸之体 白修在一旁 确定地开口了 五行的特殊体制 在所有的体制排行之中 那可是前三十的存在 最关键的是 这种体制在后期 有着无限的上升空间呢 白眉的神色 也变得很严肃 目光转向白罗 白罗 你去乾隆郡 是因为知道 萧丽是控活体制 既然萧丽是控活体制 那你应该早就告诉我们的 白眉的话语之中 对白罗有怪罪的意思 要知道啊 虽然他们白家内部有矛盾 有竞争 但是在招收天才这一项上 是一致的 因为啊 不管白家内部之间 再有什么矛盾和竞争 那都是内部矛盾 而招收一位超级天才 提升的是整个白家的机体实力 对于白家的所有人来说 那都是有利的 白罗苦笑 他哪里知道萧丽是特殊体制 当下解释道 萧丽是五行特殊体制中的 控活之体 我也不知道 我之所以会前往乾隆郡 那是因为乾隆郡 郡守发来的这份资料 白罗将白拳 穿信过来的预检 给拿了出来 白修三人上前查探 脸色却是陡然皱变 等到看完之后 看向秦宇的目光 是放射着光芒 三席 四位老祖赐福 这 也怪不得白修三人震惊 因为他们所找来的林双天和赵秦 一个是花了十二席 一个是花了十四席 而且还都只是两位老祖赐福 就这 他们都觉得是超级天才了 觉得能够从其他三大家族手中抢到 那是为家族立了大功了 可是现在和白罗一比 啊不 准确的说是林双天和赵秦两人 和这萧利一比 那就什么都算不上了 还不止这些事情了 你们知道天机一族的天旋 开出了什么样的条件吗 白罗目光看向白修三人 将天旋所开出来的条件 说了一遍 白修三人的脸上震惊的神色是越来越深 到后面呢 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天机塔呀 那就是连他们都心动不已的东西 甚至换位思考 如果他们是萧利的话 恐怕是拒绝不了这样的诱惑的 先前是老夫多有得罪 萧利 你别放在心上 白修直接是朝着秦宇 诚恳地道歉了 没错 我等先前并不知道 萧利你的具体情况 不过萧利 你选择了我们白家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被埋没的 白旺也跟着开口了 虽然他们排斥白罗 但是面对秦宇这样的超级天才 他们是真心欢迎的 再加上秦宇还拒绝了天旋 更是让白旺几人心里感动 一边的林双天和赵秦两人 身面如死灰 一脸的颓废 因为那预见的内容 他们也看到了几眼 到了此刻 他们才知道 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 跟人家销了一笔 什么都不是 双天 赵秦 你们也不要气馁 你们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不然我们也不会亲自出动 只不过销利的天赋 太逆天而已 白修看出了林双天 和赵秦脸上的气馁 开口安慰 因为他知道 作为少年天才 最怕的就是信心被打击了 那样很有可能 以后会一蹶不振 不管怎么说 林双天和赵秦 都是他们看中的天才 不希望两人就此颓废 秦宇展露出了自己的实力之后 在外堂得到的待遇 便是完全不一样了 不但四位长老 对他笑脸迎人 就是外堂中的其他白家人 对他也是十分的恭敬 萧大哥 你上次指点我 让我毛色顿开呀 不过 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 希望萧大哥 能够提点一二 萧大哥 你说要借势 可我到现在 都没有感觉到事的存在 难道这事 就这么的虚无缥缈吗 在外堂待了七天 这七天 林双天和赵秦 已经是彻底的 被秦宇给折服了 加上秦宇不时指点一下 这两人的修炼之路 七天下来 林双天和赵秦 已经彻底的成为了秦宇的小弟 如果这时候 要是有人敢挑战秦宇的话 恐怕都用不着秦宇出手 林双天和赵秦就会站出来 并且大喊一声 要想挑战萧大哥 先过了我们俩人这一关 不过秦宇在外堂待的时间 注定是不长 半个月后 当外门弟子考核彻底的结束 秦宇便是要跟随白罗和白梅两位长老 相往白家的盛城了 而关于夏天兄弟俩 秦宇也是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最后两人是被浩家给挑走了 成为了浩家的外门弟子 外门弟子是没有资格进入盛城的 但是秦宇和赵秦他们不同 他们是超级天才 是被承诺过可以成为内族人 自然是要去盛城里面的 至于会耽搁半个月 那是因为白罗四位长老 要挑选外门弟子 而且安排好这些外门弟子 只有做完这一切之后 才能前往盛城 这也是为什么白修和白旺 没有一同前去的原因 除了留守坐镇外堂 还有就是训练那些外门弟子 毕竟这些外门弟子 在各自的郡城都属于天才一流的 要是没有个长老坐镇 难免会出现斗殴事件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曾经云家有一个外堂 招收了两百名外门弟子之后 因为四位长老有事都离开了 外堂的执事 镇压不住这些外门弟子 最后外门弟子之间 因为相互不服气 大打出手 两百多名外门弟子 竟然有三十多名死亡 被打残的有五十多名 其他的也全都受伤 从外堂前往盛城 距离很遥远 不过好在的是 云梦之境内的每一座府城 都有一个传送镇 可以和府城之间相互传送 所以在连着从二十座府城的传送镇 传送过之后 金玉一行人离着圣城 只有三个府城的距离了 这府城 当从传送镇走出来的时候 金玉的眼角微微一挑 因为他发现 这一次传送过来 所在的这个府城 与先前经过的府城 似乎是有些不同 这是慕容府 整个府城只属于一个家族 那就是慕容家族 这也是云梦之境 少有的几个掌握在除了四大家族之外 其他家族手中的府城 白罗看到秦宇的表情 开口解释道 虽然慕容家族和我们四大家族 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但也是四大家族之下的 十大家族之一 族内有着几位老族 而且这慕容家族 和其他家族不同 他们这一族是负责 白罗 白眉突然打断了白罗的话 而白罗呀 似乎也是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当下立刻话风一转 继续说道 总之 慕容家族的实力不容小觑 林双天和赵琴呢 一脸认真地听着 虽然他们家族的长辈 也给他们讲过 云梦之境的一些大事 但是毕竟啊 因为家族的实力有限 所知道的也只是局限于 一个府的势力范围 对于这慕容家族 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至于秦宇啊 脸上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 不过此刻 实感却是放开 超着四处感应 办上之后 秦宇终于是可以确定 这个慕容家族啊 就是那出现在玄学界 抓走精怪一族 精怪的慕容家族 对于秦宇来说 这一次来云梦之境 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找到 救自己师兄的办法 第二个 就是解决 八品尊者的路的问题 但是顺带着 还有一个小目的 就是查探一下 慕容家族的情况 要是可以啊 就将那些被慕容家族 带走的精怪 给揪出来 不过此刻 听了白罗的话 秦宇却是明白 这慕容家族的实力 要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强 能够成为云梦之境 四大家族之下的 十大家族之一 这实力啊 自然是不容小聚 而且啊 就刚刚实感 放出去的时候 秦宇是打算查探一下 那扶主府的 也就是慕容家族的 祖宅 可最后 却放弃了 因为他感觉到 在这祖宅之内 最起码有 三位尊者的存在 自己的实感 不一定 可以瞒得过对方 好了 咱们继续赶路 今天在盛城之外 停息 明日一早 进盛城 白罗和白梅 似乎是不愿意 在这慕容府多呆 再次启动了 传送阵 输入了下一个 府城的坐标 不过 就在白罗 输入了坐标之后 准备启动 传送阵的时候 传送阵突然 闪烁出来光泽 白罗见状 连忙后退 因为 这是有人 从另外一个府城 通过传送阵 传送过来的征兆 传送阵的光芒落下 一位小女孩 却是出现在 秦宇几人的面前 小女孩出现之后 一双古灵精怪的眼珠子 四处转动 显然也是看到了 秦宇等人 尤其是当小女孩 看到白罗和白眉衣服上的 白紫标志 一张小脸 突然一下子 变得紧张了起来 最后 一只手指向秦宇等人 身后的空中 惊讶地看到 有飞机 白罗几人听到 小女孩这话 却是好奇的回头 只有秦宇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 和好奇之色 目光盯着小女孩 而这时候 小女孩 则是再次启动了传送阵 身子就要进入 秦宇之所以没有回头 是因为小女孩的这话 和举动 已经是现实世界 最广为人知的 一个骗人手段了 然而 让秦宇疑惑的是 这小女孩怎么会知道 这个骗人手段 不说其他的 就云梦知境的人 秦宇相信了 几乎没有人知道 飞机是什么 因为在云梦知境 根本就没有 现代科技的存在 所以秦宇对这小女孩的身份 有些好奇 在这个类似于 中国古代的世界 一个小女孩 怎么会知道 外面世界 才有的飞机呢 白罗几人之所以回头 不是因为他们知道 飞机是什么 而是因为 他们被小女孩的眼神 所迷惑 想要看看后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 当他们回头之后 却是发现了 身后空无一物 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与此同时呢 那小女孩 已经是要走进 传送阵中了 各位白家的族人 麻烦帮忙拦住 小公主 就在这时候啊 传送阵内 传来了一道 请求的声音 白罗几人 听到这声音 神色一变 只是他们 就算想要出手 那都已经是迟了 小女孩的一只脚 已经是踏入了 传送阵内 而后 朝着秦宇等人 做了一个鬼脸 之后就要彻底的 进入传送阵 不过就在这时候啊 小女孩脸上 得意的笑容 却是凝固住了 因为啊 有一只手 将她给 从传送阵 拉了出来 这只手的主人 自然就是秦宇 因为秦宇 是唯一没有 被小女孩 给骗到的人 而且以秦宇的实力 哪怕是小女孩 已经踏入了传送阵 只要还没有 被传送走 也依然是有时间 将小女孩给拉出来 小女孩 被秦宇 给拉到了身边 这让小女孩 十分的气恼 抡起小拳头 就砸在秦宇的身上 你怪蛋 你混蛋 就在小女孩 发怒的时候 传送阵内 出现了三道身影 一位老玉 和两位年轻女孩 三人都是穿着 象征着白家内族人的服饰 老玉和两位年轻女孩 看到小女孩 在秦宇身侧 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其中两位年轻女孩 连忙朝着秦宇跑去 至于那老玉 则是目光 在秦宇 还有白罗 他们身上扫过 几位 是外堂长老 老玉最终 是朝着白罗 开口问道 白罗点了点头 那这几位 就是这一次 招来的少年英才了 老玉听到这话 目光扫向秦宇 还有林双天 和赵秦的身上 在老玉的目光之下 林双天和赵秦 心神意紧 只感觉自己身上的 所有秘密 都被这老玉 给看光了一样 那种眼神啊 让他们有一种 赤裸裸的感觉 老玉满意的 点了点头 这两个年轻人的 天赋 确实是不错 随后 他的目光 又转向秦宇 只是很快 眉头就皱了起来 因为 他发现自己 看不透 这位年轻人 与此同时 那两位年轻女孩 也是走到秦宇的身边 先是朝着秦宇 感激的点了点头 而后 将小女孩 给接了过去 小公主 你别闹了 不然 要是王回来了 我们不好 向王交代的 是啊 小公主 你要是想出去玩的话 可以交上我们一起的 你一个人出来 实在是太危险了 要知道 阿春 阿秋 够了 老玉打断了 两位年轻女孩的话 而后 看向小女孩 说道 先先回去吧 小女孩似乎 是有些怕着老玉 大眼睛横横地 瞪了秦宇几下 而后 有些不甘心地 朝着秦宇 挥了挥小拳头 你叫什么名字 小丽 小丽 本公主 记住你了 小女孩 走回到老玉的身边 老玉朝着白裸几人 点了点头 然后便是 带着小女孩 和两位年轻女孩 走进了传送阵 消失不见 几位长老 这老玉 好大的脾气啊 小大哥帮他们 拦住了这小女孩 可他连个歇息都没有 一边的赵秦 有些不满地说道 不要乱说 白眉连忙 打断了赵秦的话 人家 是咱们白家 某位大人物身边的人 不是咱们 可以得罪得起的 难道你们就没有听到 他们喊这个小姑娘 为小公主吗 还提到了王 咱们白家 只有美一脉的王者 才可以称为王 而美一脉的王者的后代 则是被称为 王子和公主 四大家族啊 没有族长这一称呼 美一脉的当家人 则被称为王 可以是这一脉 实力最强的人 也可以是这一脉 辈分最大的人 赵秦和林双天 听到这话 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脉的王者 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了 他们这一辈子 都不一定可能见到 其实啊 又何止是他们 虽然白罗和白眉 都是外堂长老 但是以他们的身份 最多也只能是 见到自己这一脉的王者 而且正常来说 也不会超过三次 遗憾的是 不知道这几位 又是哪一脉的 白眉有些遗憾地说道 从老玉出现到离开 一直没有说话的白罗 在听到白眉这话后啊 脸上的表情 却是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最后啊 化作了一声 只有自己 才可以听到的叹息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完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3集 秦宇的目光 凝视着传颂阵 先前还没有感觉到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对于那小女孩 自己似乎有一种亲切感 不然她先前 也不会出手 将小女孩 给从传颂阵中 拉出来 她拉小女孩 并不是因为传颂阵内的那道 请求的声音 而是下意识地 想要去接近小女孩 真是奇怪 这与梦之境 我又没什么受人 再说 一只小女孩的年纪 不过六七岁而已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呢 天机圣城 天玄出现在了一座天机塔前 长老 天玄有重要事情 要向老祖汇报 天玄朝着面前的天机塔 恭敬地喊道 斩查时间过去 天机塔内才传来声音 天玄 有什么事情 告诉我便可以了 你应该知道 以你的身份地位 是不可能见到老祖的 虽然天机一族的阶层等级 没有其他三大家族 那么的森严 但以天玄一个外堂 长老的身份 就想要见到老祖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长老 半个月前 我遇见一个天才 曾许诺给予一座天机塔 和不需要改名便可以享受到天机一族 内族人待遇的条件 天玄看着天机塔 黄缓说道 甚至为此 我还答应此子 会带他前来拜见长老们 让长老们 给予修炼上的指导 这一次 天机塔内 很快便是传来了回复 天玄 你应该知道 天机塔对我天机一族的重要性 以你的地位 怎么能许下这样的承诺 声音中带着一缕质问 天玄脸上露出了苦笑 张老 可即便是这样 此子依然是拒绝了我 你说什么 天机塔内的声音 也是有着震惊 此等条件 竟然还被拒绝 是的 天玄点了点头 说道 张老 天玄知道以自己的身份 是没有权利给出这样的条件的 但实在是此子气运太过惊人了 天玄不愿错过 气运惊人 难不成紫气成熙 不是 那是紫气成河 也不是 难道是紫气成海 天玄塔内的那道声音的主人 似乎也有些觉得差异 不是 还不是 莫非是紫气灌山河 张老 此子的气运是 紫气壁体 气冲星河 天玄觉得呀 还是自己直接说出来算了 而就在天玄这话说出来之后 便是发现自己周身的环境 陡然一变 出现在了云层中的某座塔内 而在他的面前呢 站着一位老者 仅仅只是疑惑了那么片刻 当看到塔外下方的一座天玑塔时 天玄的神色变得万分的激动 立刻激动的朝着老者喊道 天玄见过老祖 此子之事不可再提 赐你一座天玑塔修炼百年 如百年内踏入八品境界 可入长老序列 天玄浑身一阵 脸上带着狂喜之色 正要开口感谢 可却发现了 自己又一次 回到了先前长老 所属的那座天玑塔面前来 天玑塔内 那位背对着天玄的老者 那位天玑一族 现在的老祖 目光透过塔 望向了上风的云层 许久之后才轻声自语道 原来这就是变数 浩天白云悠悠一梦 先祖的这话 到底是流传何意呢 白家圣城 一座面积超过了 四座府城范围的巨大城市 一天之后 当秦鱼几人 到达白家圣城的时候 林双天和赵秦的嘴巴 张开就没有和尚过 那足有百丈多高的城墙 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城墙 散发着古朴沧桑气息的 白家圣城四个大字 震撼着他们的心里 哪怕是秦鱼 见到这白家圣城的城墙之时 神情也是为之动容 这样的城墙 其耗费的人力和物力 恐怕要超过了 万里长城的修建 而且 这还只是白家的圣城 想到整个云梦之境 竟然还有着其他三座 和这白家圣城 不相上下的圣城时 秦鱼也是感慨万分 白家圣城的大门打开着 没有任何的守卫 不断地有人进出 但是 这些人在经过城门的时候 表情都很严肃 没有人窃窃私语 好了 咱们也进去吧 记住 为了表示对圣城创建者的尊重 进入城门时 不要交谈 更不许飞行 白罗交代了秦鱼三人几句 而后便是朝着城门方向走去 白家圣城 虽然见识过城门 众人对白家圣城的巨大面积 已经是有了一个想象了 可真的进入城门之后 看着城内的无数建筑 林双天和赵秦 还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就连秦鱼也是动容 这样的圣城 就是最辉煌时候的京城 也无法相比 光是面积 就是整个京城十来倍 但这并不是最让秦鱼动容的地方 真正让秦鱼动容的是 这白家圣城内的天地灵气 竟然浓郁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可偏偏他先前在城门外的时候 确实就没有一点的感觉 唉 这就是先天优势啊 秦鱼在心里感叹 在这样浓郁的天地灵气的环境下修炼 境界提升要是不快 那才有鬼 整个圣城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居住区 是内族人居住的地方 一个部分是咱们白家各个运转的堂口 有执法堂 功勋堂 还有藏宝阁等之类 这些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的 现在要带你们去的是纪明堂 只有在这上面登记了名字之后 你们才算是白家的内族人 同时将会得到一处圣城修炼之地 听到白罗的话 林双天开口问道 白罗长老 可这是两部分啊 不是有三个部分吗 那第三个区域是什么 第三个区域是禁地 圣城之中有很多的禁地 是不能随意进入的 另外有一点你们要注意 在圣城也有着一些修炼天赋不佳的人 但是能够留在圣城的背后都有着大人物 这类人也不要轻易得罪 一个城市不可能全部都是修炼者 这些大人物的家人和后代 虽然没有办法修炼 但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整个城市才能够运转 比如客栈 比如商铺 这些都是由这些人在支撑着运转 现在时间还早 咱们吃了东西再去记名堂 白罗带着秦宇几人进了一家酒楼 结果却发现了 这酒楼竟然客满了 直到换了第三家 才找到有空桌了 外门弟子考核结束 有很多你们这样的天才弟子 涌入圣城 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族人 所以这几天酒楼的生意 才会这么的好 因为一会儿还有事情 所以秦宇他们这一顿 只是简单的吃了一点 而后便是朝记名堂赶去 只是秦宇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进入圣城的那一刻 便是已经被一些人给盯上了 回报小公主 那小礼已经是进城了 现在正在酒楼吃饭 估计一会儿就要前往记名堂登记 在圣城内里的一座宫殿内 昨日被秦宇拉住的小女孩 坐在鞦韆上 听着她面前的一位中年男子的 汇报之后 那一双脚侠的眼珠子 却是转动了几下 竟然敢阻拦本公主逃跑 这一次 我一定要给她一点厉害看看 小女孩眼珠子 咕噜噜地转动 扳赏之后 眼神却是一亮 我有办法了 阿牧 跟本公主 去一趟记名堂 小女孩朝着面前的中年男子 说道 公主 去记名堂干什么 如果公主要惩罚这小礼的话 我去就可以了 中年男子眼中啊 闪过一缕狠色 虽然他们这一脉 现在的处境有些微妙 但王就是王 要对付一个刚刚加入家族的人 还是很容易的事情 阿牧 我不许你乱来 本公主要自己 亲自去惩罚她 小女孩揉了揉鼻子 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从昨天回来之后啊 脑海里经常会出现 那萧丽的笑脸 就连昨晚睡觉做梦 都梦到了 这让小女孩很烧恼 但是她把这个归咎于 自己对着萧丽的讨厌上面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萧丽 她就成功地逃出圣城了 那公主 您要怎么办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女孩嬉嬉一笑 从鞦韆上下来 走进了宫殿内 中年男子看着小女孩的背影 心里啊 却是在为那个叫做萧丽的 在默哀 得罪了小公主 那下场 可是很惨的 就是其他王的子女 要是得罪了小公主 就都有的头疼了 更何况自家的王 对小公主 又是如此的爱护 曾经有一王子的护卫 辱骂了小公主一句 便是直接被王 给当着对方的王的面 给斩杀了 谁来说情都没有用 鸡鸣堂 当秦与跟随白罗几人 来到这里的时候 鸡鸣堂却是人山人海 光是队伍就排得老长 因为每个外堂 都招受到了天才弟子 这些天才弟子 都是来到这里登记的 而且啊 每年都有许多外族人 完成了任务 达到了加入内族的人的要求 但是啊 白家的鸡鸣堂 并不是每天都开放的 只有每个月的月初三天 才开放 所以啊 这也导致 每次鸡鸣堂开放的时候 都是人满为患 毕竟啊 整个云梦知境的人口 不下百亿 就算每月只有五千人 达到了成为内族人的要求 也就够他们忙活的 不过好在的是啊 秦与他们并不用排队 因为秦与他们是天才 是白家的未来 有这一条 专属于他们的记名通道 其实这一点啊 很好理解 这些人虽然达到了成为 内族人的要求 但并不是那种天才人物 而是因为完成了家族内的任务积分 达到了足够的要求 才能成为内族人 这一类人啊 自然不会那么得到家族的重视 但对于白家来说 这一类人又是不可缺少的 毕竟天才决定是上层 而这些人决定的是白家的中下层 所以啊 当秦与他们跟着白罗等人 从一侧专门留给他们这些天才通过的通道时 秦与和林双天 还有赵秦三人 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周围那些人羡慕的眼神 试想一下 如果你为了一个目标 为之努力奋斗了几年 甚至十几年 几十年 结果却看到人家轻轻松松的便是达到了 如何能不羡慕啊 白家的寄宁堂内有七个大厅 而秦与他们去的则是第一个大厅 这是专门接待他们这些天才的大厅 不过呀 秦与他们一走进大厅的时候 迎面便是有着七八位老者走了过来 见过各位知事 看到这几位老者 白罗连忙是恭敬的喊道 一边的白眉同样也是如此 他们在外堂是长老 但是回到了圣城 地位却不算高 而这些老者 无论是修为还是地位 都要比他们高一级 你就是白罗吧 你传信过来的预见 我等已经看到了 萧丽是哪位 一位老者 开口朝着白罗问道 不过呀 还没等白罗回答 这些老者的目光 便是纷纷看向了秦业 原因很简单 秦与一行人 只有他们三位年轻人 而林双天和赵秦的境界 在这些老者的眼中 自然是一目了然 你就是小李 那个老祖赐福 用了三夕时间的 几位老者 打量了秦与一会儿后 全部嘖嘖称奇 因为他们发现 以他们的境界 竟然还看不透秦与 因为秦与给他们 展露出来的境界 是无品 但是他们总感觉 在秦与身上 蕴含着一股神奇的力量 运气好一点而已 秦与谦虚地答道 错 这不是运气的问题 要仅仅只是运气的问题 那我四大家族 外门考核 为何其他人都没有过 这样的好运气 一位老者 一脸严肃地 纠正了秦与的话 这是天赋和气运的集合 不错 见到我们 还能不卑不亢 秦与你很不错 几位老者满意地点头 一旁的林双天和赵琴 则是完全被忽视了 不过林双天和赵琴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不满 因为他们早就认清 自己和萧大哥之间的差距了 萧大哥要是得不到 这样的待遇 让他们反而会觉得不满 这半个月的时间 秦与已经是彻底地 征服了这两位天才少年 萧丽 你是控火体制 能不能展露出来 给我们看看 一位老者 一脸期待地看向秦与 说道 当然可以 秦与点了点头 而后 而后指尖滑动 一抹火焰出现在他的指尖 那是一抹紫色的火焰 这火焰出现的刹那 整个大厅的温度 陡然上升 几位老者中的一位老者 见状了 双手截了一个手印 大厅的温度便是下降了 就连秦与指尖的紫色火焰 都显得有些暗淡 然而这只是刹那 下一刻 秦与指尖的火焰 再次摇曳起来 而大厅的温度 也是又一次 开始上升 不错 真的很不错 老夫的冰霜绝 都无法彻底地压制这火焰 小丽 你这本命之火 只怕是不简单呢 如果等你有老夫这样的修为 恐怕尊者之下 没有人能够挡得住这火焰 那位结印的老者 撤掉了手印 而秦与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了一个谦虚的表情 不过秦与的心里 却是在暗笑 开什么玩笑 这火焰 可是他从那希望之火中 抽取出来的一缕火焰 而且 他也只能控制这么一缕 要是这么容易就被压制住 那也就不叫希望之火了 小丽 老夫是白家第十五山一脉的 你可愿到老夫这一脉来 老夫保证二十年内 让你进入七品境界 一位老者开口了 小丽 老夫是白家第十三山的 如果你加入我白家第十三山 我十三山必将全力培养你 只要是你修炼上所需要的资源 全部满足 这些老者呀 终于是忍不住开口抢人了 记名堂有十八位职士 分属于白家的十八山 在白家 只有出过王的一脉 才能立山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完整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4 14级 所有成为白家内族人的人 都要选择加入白家的某一个分支 这是白家的规矩 但是一般情况下 像秦宇他们这种招收进来的天才 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 可以选择加入哪一个分支 任何一个分支 只能是以利益和条件来吸引 不可以强迫 白家制定这样的规矩 也是为了平衡 各个分支的力量 不然的话 那些强势的分支 完全就可以将超级天才 给全部收入囊中 这样的话 只会是导致那些强大的分支 越来越强 而这是白家所有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一个如此庞大的势力 平衡才是生存之道 面对着这些记名堂 知识开出的条件 秦宇却是丝毫不畏所动 反倒是大厅内的其他一些 加入内堂的天才弟子 被这边的动静吸引了注意力 这人是谁啊 这些执事 先前面对我们的时候 可是高冷得很 都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这么一下子 突然就改变这么大了 笨 这还不懂 这肯定是天才中的天才 只有那些天之交子一样的存在 才会引起这些执事去抢夺 那些带着天才弟子过来的 其他的外堂长老 此刻也是开口 给自己下面的天才弟子解释了 也更让众人知道 那位叫萧丽的 绝对是天之交子一样的 超级天才 阿牧 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本公主该怎么办呢 大厅之外 小女孩和那中年男子的身影 出现在那 小女孩的脸上 露出了恼怒的神色 因为她没有想到 这个萧丽竟然这么的抢手 一边的阿牧脸上 也是带着惊讶之色 她知道这萧丽啊 得罪了小公主 但是她根本就没有把萧丽 放在眼中 因为在她的眼中 一个才刚刚到达家族 准备加入家族的内族人 什么都不是 然而看到了大厅这一幕 她的心里 确实有些清醒 幸亏小公主 不让自己出手 不然真的把这萧丽 给打上了 恐怕就给了其他分支 攻击自己这一脉的借口了 尤其是目前 王不在族内的情况下 阿牧 你快点告诉本公主 现在该怎么办 公主 如果你想要惩罚这萧丽的话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阿牧苦笑着答道 萧丽 今天被其他分支的人给带走 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重点照顾 想下手 就难了 既然这样 那就不让其他人把她带走啊 咱们把她带走就可以了 小女孩眼珠子一转 很是天真的说道 这 阿牧苦笑连连 小公主是不知道情况 目前他们这一脉啊 遭受其他分支的打压 就连王都不得不被逼着离开 又怎么可能竞争得过 其他的分支呢 阿牧 我不管 必须要把她给带到咱们宫殿去 不然的话 我回去就放把货 把宫殿给烧了 小女孩威胁道 小公主 你先别急 那萧丽 不是还没有答应吗 你让我想想办法 阿牧连忙答道 想到自家小公主 导弹破坏的本事 她这心里啊 便是一阵后怕 因为她知道 小公主是说得出来就做得到 大厅之内 几位执事的竞争 还在如火如荼 每一位执事都代表着一支分支 开出的条件全部都是无比的吸引人 边上的其他天才弟子 听得是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小丽 我等已经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了 现在你做出选择吧 这些执事看到秦宇啊 只是笑着不说话 便是开口催促的 一旁的白罗 目光看向秦宇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小丽是属于我们的 就在秦宇准备开口的时候啊 小女孩却是走进了大殿 一旁正在思考 该怎么办的阿牧 健壮连忙跟上 你是哪一分支的小孩 这里是记名堂 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 一位执事看到小女孩 阴着脸喝道 阿牧 有人凶我 小女孩没有回答执事的话 而是朝着身边的阿牧 说了一句 阿牧的脸色立刻阴了下来 木带杀鸡地看向这执事 放肆 你敢如此对小公主说话 阿牧毫不掩饰自己的杀鸡 整个大厅内的温度陡然下降 那几位执事面色骤然大变 他们面色大变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阿牧散发出来的杀鸡 而是因为他猜到了小女孩的身份 整个白家 能称得上小公主的 能有几位 而会出现在这里的 只有可能是那一位 不知道是小公主驾到 老夫有眼无珠 还希望小公主不要怪罪 只是联盟道歉 他不得不到歉 不说眼前那位毫不掩饰的杀鸡 就是想到以往得罪 这位小祖宗的人 那种下场 他这心里就是发寒 那就是自己的王都救不了自己 而且自家的王肯定是不会为了自己 去得罪那位王的 哪怕那位王在族内的情况很微妙 受到其他王的排斥 但是论起实力 整个白家的内族人都知道 那位王的实力 绝对可以排得上前十 这一次就饶过你了 不过不允许你再和我抢萧莉 不然我就告诉我娘去 就说有人欺负我 小女孩哼了一声 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得那位执事冷汗连连呢 不敢不敢 不敢和小公主竞争 那执事连忙达到 开什么玩笑 将萧莉招入自家分支内 虽然是会得到上面的赏赐 但那也要有命去享受啊 在生命和分支利益面前 这位执事很清楚 该怎么选择 你们要和我讲吗 小女孩笑眯眯的 又看向其他执事 其他执事啊 被小女孩的目光打亮着 心头全部一震了 他们不敢得罪这位 但也不甘心就这么的放弃 小公主 您身份高贵 但是咱们白家是有规定的 任何天才弟子 加入哪个分支 都是由弟子自己选择的 所有族人 不得强迫的 一位执事 硬着头皮 开口说道 哦 那小丽 你会愿意跟我走吗 小女孩一脸天真的 看向秦宇 带着罗莉特有的萌 一双大眼睛眨巴了几下 小丽 我娘很漂亮 很年轻的 你要是跟我走 我可以给你争取机会 追求我娘啊 小女孩这话一出口 那些执事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阿牧的嘴角 也是抽出起来 包括那些外堂长老 同样是如此 只有那些天才弟子脸上 还有一些疑惑 因为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女孩的娘 是什么身份 秦宇也是有些无奈的 捂了下额头 因为她知道 小女孩心里想的是什么 无非是想把自己 给骗到身边 然后好报仇 我当时谁在这里 扰乱我白家的规矩 原来是你这个野丫头 就在大厅 一片寂静的时候啊 同样的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 而后啊 大厅门口之处 一位十来岁的小男孩走了进来 在小男孩的身边 则是跟着六位护卫 秦宇的目光 第一时间 落在了那小男孩 左侧的一位老者护卫身上 那位老者带给秦宇一种危机感 这让秦宇心里确定 对方绝对是尊者级别的强者 而这也是秦宇到达云梦之境后 所见到的第一位尊者层次的强者 能够让尊者甘心的当护卫 对于这小男孩的身份 秦宇心里已经是有所猜测 应该是白家某一分支的王的子女 而且应该还是比较受宠的一位 白树辰 我说了我不是野丫头 你再说我就揍你 小女孩小脸通红 挥着小拳头威胁道 野丫头就是野丫头 整天就知道打人 和你娘一个德性 叫白树辰的小男孩讥讽道 放肆 竟敢侮辱我王 你们难道是要挑起 两王者分支的战争吗 一边的阿牧 在白树辰的话出口后 脸色变得极其的难看 目光死死的盯着白树辰 皇子殿下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又何必当真呢 白树辰身边的那位老者 开口了 脸上带着笑容 莫护卫何须动怒 小孩子之间的话 当玩笑听听就是了 白树辰 他这是在侮辱我王 阿牧怒容不解 身为小公主的护卫 他必须维护王和小公主的颜面 哦 那你想怎么样啊 白树辰轻描淡写地看着白目 白目的脸色却是变得通红 就连身躯 也是微微有些颤护 这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因为此刻他面临着白树辰的威压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白目只是七品巅峰 和白展翅之间 有着大境界的差距 白展翅可以很轻松地 便是碾压白目 如果白目只要后退 那么便可以脱离 白展翅的威压范围 但是为了维护分支颜面的白目 却是倔强地选择了抵抗 破迟 扮上之后 白目终于是忍不住 一口鲜血喷出 你们竟然欺负阿牧 本公主跟你们拼了 野丫头 本王子今天就要教训你 小女孩朝着白树辰冲去 而白树辰也是同样地 朝着小女孩冲去 俩小孩很快就扭成了一团 这是小女孩到底是小了几岁 并且还是女孩子 力量上不如白树辰 很快就处于下风 而白树辰此刻也是十分的得意 没有思考的 一巴掌便是朝着小女孩的脸上删去 白树辰 你敢 阿牧看到这一幕 是呲牙裂幕 冲着那白树辰怒吼道 白树辰身边的白展翅 也是皱了皱眉 但却没有阻止 因为在他想来 小王子就算是打了这野丫头 也没有事情 王的实力可是在内卫之上 阿牧啊 被白展翅给压制住 没法出手 而在场的其他人 又哪有人敢插手 这两位之间的争斗啊 眼看着小女孩 就要挨上白树辰的一巴掌 所有人都以为 小女孩肯定是要挨上一巴掌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当白树辰举起手 向小女孩伸巴掌的时候 秦宇的脸色 突然变得很难看起来 怒火 就连秦宇自己也不知道 看到这一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怒火 几乎是没有多想 秦宇的身形一动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了 小女孩的面前 她 白树辰的手掌 最终还是没有落在 小女孩的脸上 而是落在了秦宇的手臂上 而后啊 因为反振之力 踉强地后退了好几步 如果不是白展翅 立刻上前拉住 白树辰估计啊 就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至于小女孩 则是被秦宇给抱在了怀中 一张小脸还一脸的困惑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全场的人因为秦宇的出现 表情全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与此同时 在白展翅出手 拉住白树辰的时候 白目也是挣脱出了 白展翅的威压 站在了秦宇的一侧 你是何人 竟然敢对小王子出手 白展翅拉住白树辰之后 看向秦宇的目光 却是勃然大怒 王让他护卫小王子 就是因为对他的信任 可现在小王子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被人差点给推倒 这让他如何去向王交代 如何对得起王的信任 小丽 秦宇淡淡地答道 我只是看不惯 男人欺负女人而已 虽然说白展翅 是尊者境界 但不过是一个一节尊者 秦宇对其只是忌惮 但还没到害怕的程度 而且就算是碰到二节尊者 以秦宇的脾气 也不会因此而退缩 在刚刚闪身出现在 小女孩身侧的那一刹那 看到小女孩 惊慌地闭上眼睛 一脸无助的表情 那一刻 秦宇甚至有想要将白树辰 给直接一掌拍死的冲动 但最后 还是强忍住了这股冲动 待在秦宇怀中的小女孩 也总算是恢复了过来 抬头 那一双大眼睛 刚好只能是看到秦宇的下巴 下一刻 萧小的身子 却是往秦宇的怀里钻了钻 从小到大 除了自己的娘亲外 还是第一次 被其他人给抱着 然而 小女孩却发现 自己并不排斥 被萧丽抱着 甚至心里 还有一种喜滋滋的感觉 你就是萧丽 白斩赤的目光盯着萧丽 在来之前 她便是听说过萧丽的名字 因为在小女孩出现之后 大厅内的一位职士 便是偷偷地对外传递了消息 这些职士知道 有小女孩在 她们肯定是不敢竞争的 所以只得通知 分支内的大人物 而白斩赤和白树臣 也正是因为得到了消息 所以才赶过来 小丽 你可知道 对小王子出手 意味着什么 这是对我这一脉的彻底挑衅 整个白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保得住你 如果白家 就是这样一强凌弱的话 那么就是不加入也罢 金鱼淡然一笑 丝毫没把白斩赤的话 给放在眼中 好一个狂妄的小子 今天老夫不管 你是不是超级天才 对小王子出手 老夫就废了你 白斩赤一步跨出 整个人的契机锁定了金鱼 不过呀 金鱼的面色 却是丝毫不改 只是在这时候 白木却是又一次站了出来 挡在了金鱼 和小女孩的面前 白斩赤 你不要欺人太甚 今天你要是敢动萧丽 那就别怪我 动用这东西了 白木从怀中 套出了一块令牌 这是我王留下来的信物 里面有我王的一道念影 白斩赤 你应该知道 如果我使用了 这东西的后果 白木将手中的令牌 高高举起 那一抹抹的微弱光明 从令牌中散发出来 虽然微弱 但却给在场所有人 一种窒息的威压 白斩赤的脸色 也是变得十分难看 虽然他不知道 白木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他不敢读 因为他很清楚 以那一位的脾气 如果这令牌里面 真的是那位的一道念影 恐怕他和小王子 都跑不了 那位要是升起起来 可不会管什么 小王子不小王子的 绝对是先灭杀了再说的 好 这一次老夫就放过你 白斩赤怒急返笑 目光在秦宇和白木身上流转 小丽 你祈祷以后 不要让老夫遇到 不然老夫 一定会让你知道 对我这一脉挑衅的后果 随时期待着 秦宇不嫌不淡地 回答 就好像是一记重锤一样 砸在白斩赤的心头上 让他几乎都要气炸了 可是看着白木高举在手上的令牌 他又不敢出手 只能是生生地压下这股怒气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久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久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5集 小王子 咱们走 白展翅不想再在这里堕待一刻 拉着白树辰的手便是离开了 野丫头 你给我等着 白树辰也是朝着待在亲语怀中的小女孩吼道 难得的 这一次 小女孩竟然只是撇了一下嘴 却是没有回应白树辰 似乎待在亲语的怀中 让她感觉到很舒服 不愿意破坏这种感觉 小公主 小公主 你没有受伤吧 等到白展翅几人走了 白木一把将亲语的手臂给推开 将小女孩给拉在了跟前 小女孩十分不满地翻了一个白眼 一脸杀气腾腾地看向白木 阿木 我原来没有事情的 但是现在有事情了 怎么了 小公主 难道是白展翅那老贼 暗中下手了 白木一脸的着急 因为在他想来 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白展翅的实力摆在那里 要想无声无息地对小公主下手 不是不可能的 白展翅那老贼 我去找他拼了 拼 拼你个大头鬼啊 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往上翻 阿木 等我娘亲回来 我绝对让我娘亲把你换掉 这 小公主 我 好了好了 现在回去 我不要在这里了 小女孩一脸的不耐烦 阿木见状 便要上前拉着小女孩的手 不过却是直接被小女孩给甩开了 小丽 你帮我回去 小女孩甩开了阿木的手后 却是回头看向了秦宇 不过依然是一副傲娇的模样 双手环抱着自己的手臂 看着小女孩的傲娇模样 秦宇却是没有半点的生气 就如同小女孩在她怀中很舒服一样 刚刚抱着小女孩的这一会儿 也让她心里有一种满足感 那种感觉就和她当初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小女孩 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秦宇还是朝着小女孩走去 而后双手轻柔地将小女孩抱起 公主抱一样 将小女孩给抱在了怀中 而后朝着大厅外走去 这 阿木是一脸的目瞪口呆 因为她负责保护小公主好几年了 也才在年前 小公主才肯让她拉着小手 至于抱小公主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别说是她了 就是从小公主出生之后 便陪着小公主的那几位婢女 都没法抱小公主 能够抱小公主的只有王 这是他们这些 在小公主身边的人的共识 可今天 小公主竟然让萧丽抱了 要知道这萧丽和小公主 可就见过两次面了 而且 前一刻小公主对萧丽 还充满了怒气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木是一头的雾水 然而 一头雾水的可不只是白木 还有此刻在大厅的其他人 那 那这么说 萧丽到底是加入了咱们白家没有 应该算是加入了吧 一道不确定的声音答道 那是加入了哪一分之啊 全场一片寂静 而追着秦宇和小女孩脚步 走到大厅门口的白木 听到这话之后 脚步停下来 回头朝着大厅所有人喊道 当然是加入了我们这一脉 没看到 人都跟着小公主走了吗 说完这话之后啊 白木回头 脸上的狠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还是喜悦的萧丽 一边走一边嘀咕倒 还是小公主厉害 不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将萧丽这超级天才 给拐回来了 第十一山 白家圣城内有着几十座山 而其中前面二十五座山上 都有着宫殿 这些山上的每一座宫殿 都代表着白家 每一个王者分支的宫殿 而此刻的秦丽啊 就是在这第十一山上的宫殿内 小李 那边的偏殿 你可以挑选一间房子 在这山上 所拥有的天地灵气 是圣城其他地方的石碑 有多少族人 想要进来 却没有机会 你可不要辜负了小公主 对你的看重 听着面前白木的话 秦丽不知可否 他很清楚 这山上 有着一个超大的法阵 这个法阵 将整座山 都给包裹住了 致使这山上的天地灵气 是越来越浓郁 阿木 你去给我抓一只灵鸟来 我笼子里的灵鸟跑了 白木还要说话 小女孩 却是从宫殿内走了出来 朝着白木吩咐的 好 我这就去 白木不敢拖延 匆忙地朝着后山走去 小丽 你就住在这间房间 等到白木走后 小女孩指了指 挨着她的房间 边上的一间房间 说道 可是 什么可是 你不听本公主的话 这里 本公主最大 小女孩双手插腰 一脸凶器地说道 这是 那一张天真可爱的小脸 却是让得她的表情 没有一点的杀伤力 那好吧 金玉揉了揉鼻子 答应了下来 小丽 我要晒太阳 你抱我去 小丽 给我讲故事 我要听故事 第十一山 金玉在这里待了 已经是半个月了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小公主是越来越 依赖秦玉了 当然 小公主表面上 是不承认的 依然是一脸的傲娇 如果不是老玉 和阿木坚决反对 小公主晚上 都要跑去 和秦玉一起睡了 当然 这也导致了白木 对秦玉很不满 这种不满 不是因为 其他的原因 纯粹就是因为 心里的失落 所带来的 白木花了几年的时间 才让小公主 可以接受她 可这萧丽 只花了不到 半个月的时间 就完全地 占据了自己 在小公主心里的地位 这让白木 有些嫉妒和吃味 萧丽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对 小公主有什么想法 我第一个 不会放过你 王也不会放过你的 在讲完故事 走出宫殿的时候 秦玉遇到了白木 听到了白木的话 秦玉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 直接是朝着后山走去 看到秦玉 没有搭理自己 白木也没有纠缠 因为这半个月下来 她也清楚了 这萧丽的性格 一旦是这萧丽 觉得无聊 和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就不会搭理 此子太神秘了 在秦玉的身影 消失在后山深处的时候 当初带走 小公主的那老玉 出现在了白木的身侧 看着秦玉离去的背影 秦玉道 秦玉 这话什么意思 白木脸上露出 疑惑之色 没有听懂老玉 话里的潜意思 白木啊 现在王不在族内 咱们这一脉 是非常时刻 这萧丽 你没有发现 表现得太古怪了吗 古 古怪 哪里古怪了 白木追问道 一般这些 刚入内族的天才弟子 都会有着 想要了解 家族一切的冲动 更是会想要 得到修炼资源 努力修炼 但是你没有察觉到 这萧丽 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这半个月来 萧丽没有开口 求过秘法 也没有求过资源 这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啊 钱婆叹了口气 这半个月来啊 她一直在偷偷地 观察着萧丽 可确实 没有发现 任何的不妥 这一点 确实是有些不对劲 难道钱婆 你在怀疑这萧丽 是其他分支派来的卧底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能让小公主 再跟着萧丽 走得这么近了 白木连忙说道 你觉得 你能劝得住小公主 钱婆有些无奈地 看了眼白木 白木的忠心呢 是不需要多说的 就是太耿直 和太愚钝了一点 虽然这萧丽很神秘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 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轨的想法 再看看吧 钱婆说完这句话后 身影一闪 便是再次消失了 只留下白木一个人 站在原地 第十一山的后山深处 此刻的秦宇 盘坐在一块磐石之上 闭目打坐 吸收着浓郁的天地灵气 半个时辰之后 一道紫气 从秦宇的口中吐出 秦宇睁开了眼睛 已经是到了瓶颈了 睁开眼睛的秦宇 轻叹了一口气 他现在已经是到了 八品尊者的临门一角了 体内的念力 已经是积累到了一个极限 只要秦宇愿意 现在就可以斩掉自我 踏入八品尊者境界 大山老人说过 这云梦之境 对于进入尊者有帮助 另外师父说 这云梦之境 有着另外的路 可以进入尊者 看来我要寻找一下了 在第十一山待了半个月 秦宇终于决定下山了 不是他没想过 在这山上询问一下 这是 这第十一山实在是太冷清了 整个山上也就二十来个人 除了十来个清扫宫殿 卫生的下人 和负责生活起居的仆人之外 算上秦宇自己 第十一山上也就八个人 秦宇 小公主 白木 老玉 还有两位护卫 和两位女侍女 除此之外 再无他人了 秦宇不知道 其他山上的人 是不是也是这么的少 但是秦宇知道 他是不可能找这些人询问的 因为他感觉的出来 那老玉和白木 对他并不信任 与其询问 增加对方不必要的猜忌 那还不如自己去调查 而就在秦宇准备下山的事情的时候 整个白家圣城 响起了一道声音 这道声音呢 在盛城响起 也在第十一山响起 听到这声音 金鱼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而也就在这道声音 落下的刹那 整个圣城 突然有着无数道 强者的气息波动 在圣城的平民区内 一位肤色有黑的青年男子 从破旧的院子 走了出来 抬头看向苍穹 等了十年 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了 放弃加入 王者分支的机会 为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 作为曾经 王者分支的血脉后人 在千年之前 随着王的离去 他们这一脉 不得不搬离山峰 来到这盛城的平民区 如果再过百年 没有出现过尊者 那么他们这一脉 将会被移出圣城 除非投靠 其他王者分支 六年前 便是有几大王者分支 找到过这有黑男子 想要将其招收进分支内 这是被有黑男子给拒绝了 因为有黑男子的心中 有野望 他要带着自己这一脉 重新回归到王者之位 除了有黑男子之外 此刻盛城的其他地方 也有着气息波动 而最多之处 便是来自于那些 拥有王者的山峰之中 数百道气息 在这一刻 纷纷冲天而起 十年一次的 足内天交之战 是所有天才弟子 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动力 第十一山上 虽然咱们这一脉 也有不少五十岁以下的 六品天才存在 但要想在这一次的 天交战中胜出 取得前十的成绩 恐怕是没有机会的 老玉和白木 又一次出现在了一起 那道声音 他们自然也是听到了 这一次的天交之战 我们这一脉 就不要派人去参加了 你去通知一下 下面的那些人吧 老玉朝着白木说道 可是这样我怕下面的人 会有意见 白木周梅 那些年轻的族人 怕是会不满 不满那也得忍着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 要是参加天交战 其他的王者分支的天才 必然会下杀手 荣耀和命 比起来哪个更重要 他们不知道吗 好吧 我这就通知下去 白木知道 前婆说的有道理 当下便是要将消息 通知下去 不过沿途啊 却是碰上了秦宇 木护卫 秦宇开口喊住了白木 萧丽啊 你有什么事情吗 白木听到秦宇喊他 停下脚步 有些惊讶地 看了秦宇一眼 因为以往萧丽见到他 都是直接走过的 木辉 我想要报名这天交战 秦宇笑着说道 你 你报名参加天交战 小脸 你开什么玩笑 要参加天交战 实力最低 也要六品 你才五品后 白木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顿着 因为此刻秦宇的气息 出现了波动 你 你已经是六品境界了 作为七品境界的存在 白木对秦宇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自然很熟悉 这种气息 是六品宗师 所拥有的 在几天前 侥幸突破到六品境界 秦宇谦虚的说道 白木深深的看了秦宇一眼 六品境界 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 只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萧丽便是突破到六品境界 让得他心里也是有些波澜 到底是超级天才啊 萧丽啊 这天交战 不是普通的切磋比赛 每一次的天交战 起码会有一半的天交 会陨落 你虽然进入了六品境界 但是天交战中 每一次主角 都是那些七品以上境界的天才 甚至 有的恐怕连我都不是对手 白木是七品巅峰 而历届的天交战中 都不乏有着可以和尊者抗衡的 妖孽出现 就他所知道的第三山 便是有着一位超级天才 曾经在一位尊者的手下 安然逃脱 而这 还是三年前的事情 这一次的天交战 那第三山的超级天才 必然会参加的 三年之后 此人成长到了何种地步 恐怕只有第三山 那些掌权者知道了 萧丽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白木的表情很严肃 不管萧丽多神秘 既然萧丽选择了他们这一脉 那他就得把萧丽 当作自己人来对待 莫惠 你放心吧 我有自保的实力的 自保的实力 你要是能够接下我三招 那我就答应你 去替你报名 白木直接是脱口而出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白护卫就出手吧 白木没有想到 秦丽竟然真的敢接他三招 当下看了秦丽一眼之后 说道 小烈 我可是不会留情的 木护卫尽管出手就是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万能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6集 白木没有再言语 他觉得还是用实力 让萧丽知难而退 就可以了 一成 白木一掌朝着秦丽拍下 只使用了一成的实力 掌风雷动 将秦丽给覆盖当中 不过 秦丽的脸色却是不变 右手指尖 一抹紫色火焰出现 而后化作一片火海 直接是将白木演化出来的大手 给吞噬掉了 白木的毛子一凝 差点忘了 你是五星控火之体了 不过 这还不够 同样是一掌 只是这一次 白木却是用上了三成的实力 要知道 七品巅峰的三成实力 就是七品 中期后期的 都不一定接得下 白木这是打定主意 不让秦丽去参加天交战 让 最后的结果却是 让白木没有想到 他那三成实力的一掌 也同样的是 被秦丽的那一缕 紫色火焰 给吞噬了 小烈 你这火焰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白木有些震惊的 看向秦与手指尖的 那紫色火焰 能够在六品境界 抵抗他七品巅峰强者的 三成实力的一击 这紫色火焰呢 绝对不是反品 五星体制的天才 白木便是没见过 这类天才 凭借着特殊体制 确实是能够做到 越级挑战 但那一般只是在 五品之下 到了五品 最多只是越一个小境界而已 在白木的心中啊 秦与能够以六品境界 抵抗住自己的 三成实力的一击 便是因为 这紫色火焰的原因 木虎伟 我这火焰 已经是净化过三次的了 秦与笑着答道 净化了三次 白木一脸震惊地 看向秦与 虽然他听说过 五星体制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净化 这也是五星体制 为何可以在所有 特殊体制排名中 这么高的原因 怪不得 白木自认为自己了解了 抄着秦与说道 小力 你这火焰 很是不凡 这条控火之路 你要继续走下去 千万不要只顾着修炼境界 这火焰 将来会是你最大的底牌 就好像你此刻 以六品境界的实力 便是可以扛下 我三成实力的一击 就是因为这火焰 多谢木护卫提醒 好了 有这紫色火焰 你有资格去参加天交战了 就算不能胜出 但只要低调行事 不要去招惹那些 最顶级的天才 自保 还是没有事情的 小力 我个人觉得 你最好的舞台 是在二十年后的天交战上 到了那一次 你将会大放异彩 这一次 就当是体验一下天交战吧 白木不打算再出手了 萧丽既然接下来了 他三成实力 那再动用五成实力 便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他一开始 便是打算两招 让秦宇知难而退的 离天交战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不可能让你在境界上 有所突破 不过稳定下 你刚刚突破的境界 也是可以的 木辉 我刚刚听到族内传音 这天交战前十名 会有奖励 不知道 有什么奖励 秦宇看到白木想走 开口问道 天交战前十的奖励 小力 这个和你没有关系 不要耗高务远 白木眉头一皱 小力 才刚刚六品境界而已 竟然去想着 天交战前十 这让白木 一下子 对秦宇的印象 便是差了 小力 我再次提醒你 不要去想那个 就算想 那也是二十年后 如果你不想 在这一次的天交战中 丧命 木呼尾的好意 我知道 我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成为前十 只是有些好奇罢了 秦宇黑黑一笑 摆出一副好奇的模样 天交战前十的奖励 是幽梦草 白木看向秦宇 答道 木呼尾 何为幽梦草 你 你连幽梦草都不知道 白木有些疑惑地 看向秦宇 要知道 只要是云梦知境的人 没有理由 会不知道幽梦草的 我从小就一心修炼 而且当初 因为控活体制的缘故 被我的秦人给抛弃了 照顾我的 是一位孤寡老人 所以对于云梦知境的 一些常识 我并不知道 秦宇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那就可以理解了 白木点了点头 幽梦草 是我云梦知境的至宝 而整个云梦知境 只有一个地方 有幽梦草 那就是祖圣地 我看你也不知道 祖圣地是什么地方吧 这一次 白木没有等秦宇询问 便是一股脑的 把一切都告诉了秦宇 而秦宇也终于是对云梦知境的秘密 有了一个了解 在云梦知境 最神圣地 最神秘的 最让人向往的地方 其实不是四大圣城 而是祖圣地 祖圣地 是四大家族 四位先祖 共同居住的地方 祖圣地在哪 整个云梦知境 知道的人 不会超过一双手 相传 只有四大家族的老祖 才知道祖圣地在哪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不少人对这祖圣地 是否真的存在 带着怀疑 但不管他们如何怀疑 但对于义务 却是毫不怀疑 那就是幽梦草 幽梦草只有四大家族拥有 因为按照四大家族所说 这幽梦草便是生长在祖圣地的 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云梦知境的其他家族和人都死心 上万年下来 有无数人寻找过幽梦草 但是他们发现了 根本没有一点幽梦草下落的讯息 这幽梦草似乎真的是 只有在那神秘的 不知道在哪里的祖圣地中生长 也只有这样 才会让这数万年来 除了四大家族之外 无人遇到过 而整个云梦知境 所有人之所以如此地争夺幽梦草 那是因为幽梦草 有一个神奇的作用 浩天白云 幽幽一梦 这句话 可不仅仅说的是四大家族 准确地说 前面说的是四大家族 但是后面这一句 说的便是那幽梦草 幽梦草可以和四大家族并列 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幽梦草的神奇了 幽梦草被称为尊者以下的第一圣物 在云梦知境 进入尊者境界 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斩掉自我 但还有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伏下幽梦草 幽梦草 幽幽一梦 一梦斩自我 幽梦草最大的作用 便是可以让使用者在梦中斩掉自我 同样都是斩掉自我 但是云梦知境 各大家族的人都知道一点 服用幽梦草斩掉自我的 和直接斩掉自我 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些人也说不上来 但是他们只知道一个数据 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历任老祖 都是使用过幽梦草斩掉自我的人 幽梦草到底有什么好处 恐怕只有历代老祖知道 但历代老祖不说 其他人也不得而知 但是在所有云梦知境的人心中 能够得到幽梦草 那就等于是四大家族的 未来老祖继承人之一了 所以所谓的天交战 倒更不如说 是四大家族的老祖继承战 老祖 那是一个家族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并不是每一届的天交战 都会有人得到幽梦草的 至少已经有八届的天交战 没有人得到过幽梦草 而上一次得到幽梦草的 还是前面第九届的时候 浩家的一位天交 而那位天交啊 也被称为浩家下一任 老祖的继承人 在浩家的地位 拍得上前三 所以 天交战就是给尊者以下境界的天交们 提供的一个机会 咱们白家 上一位四大家族天交战 胜出得到幽梦草的人 还是在两百年前 可惜的是 那位在渡第四道血雷之劫的时候 失败了 秦宇走了 表情十分平静地 从白木的身边离开 但是秦宇的内心情绪波动 却是十分的大 因为啊 他终于是知道了 自己师父 为何要让自己 进云梦之境 为何大山老人会说出 在云梦之境 有另外的路 一切都是因为幽梦草 这幽梦草 自己是势在必得的了 三个月后 秦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眸子之中闪射出亮光 这一次的天交战 他将全力以赴 因此秦宇选择了闭关 因为他要在这三个月中 系统地整理一下 自己的所有秘书 这一场的天交战 必然会有一些强劲的对手 因为云梦之境的整体实力 太强大了 两个多月后 当离这天交战 还有三天时间的时候 秦宇出关了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只要房门打开 秦宇的目光 却是第一时间 落在了趴在房间外面 石桌上睡觉的小公主身上 微红的夕阳 落在小公主的侧脸上 在那天真无邪的小脸上 增添了一份色彩 那浅浅的小酒窝 正说明着小公主此刻 正在做着美梦 也许是秦宇开门的声音 惊动了小公主 小公主的嘴唇嘟了那么一下 下一刻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慢慢地睁开来 小脸 你出来了 小公主的眼神 落在秦宇的身上 有那么一刹那的恍惚 然而两秒之后 便是猛地离开桌子 朝着秦宇跑来 小脸 抱抱 秦宇一把将小公主 给抱在了怀中 而后摸了摸小公主的脑袋 没有言语 小脸 你要去和别人打架呀 小公主窝在秦宇的怀中 几分钟后 抬着头 大眼睛看上秦宇问道 不是打架 是比武 秦宇有些哭笑不得 小公主这个年纪 还不懂什么是天交战 在小公主的眼中 鄙视就是打架 可阿木说你不厉害 跟别人打架 很容易会打输了的 要是你被别人打死了 那谁给我讲故事呢 秦宇嘴角抽搐 这白木啊 对自己可是真没有信心的 小脸 你不能死 小公主从秦宇的怀中离开 拉着秦宇的手 说道 小脸 你跟我来 去 去哪儿 秦宇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不要让阿木和婆婆她们知道 小公主就好像是做贼一样 小心翼翼地朝着宫殿内里走去 秦宇跟着小公主 走进了宫殿内里 那里面呢 她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白木和前婆警告过她 不允许踏入内殿 至于小公主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秦宇确实有些好笑 因为她可以感觉得到 白木和前婆今天呢 都不在山上 用不着这样小心 当然 秦宇自然不会把这个给说出来 只是跟着小公主 朝着宫殿内里走去 内殿和外殿的辉煌比起来 显得很是简朴 跨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之后 只有三间小宫殿 不同的是啊 这三座小宫殿前面 都有着一个星阵 在闪烁着光泽 藏宝殿 秦宇的目光 落在第一间殿门口上 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啊 秦宇的眼神一掌 因为她突然有些猜到 小公主带自己到这里来 是想要干什么了 小公主 你不会是想要带我去藏宝殿吧 秦宇笑着 对啊 我怕你被他们给打死了 所以要给你一点宝物 防射身 这块玉是我娘亲给我的 不能给你 不然我就把这块玉给你了 小公主将裙摆 给拉开了一点 露出了那里的一块 碧绿色的小玉佩 看到这块玉佩啊 秦宇的脸上微微变化 因为她可以感觉得到 这玉佩当中 所蕴含的恐怖能量 算了 小公主 这是你们的宝贝 我不能要 秦宇摆手拒绝道 什么我们的宝贝啊 你不是加入我们这一脉了吗 阿牧说了 你以后就是我们自己人了 小公主一脸天真的答道 秦宇一时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这一刻呀 她突然想到 以前所看到的那些 卧底的电视剧中 那男主角 在一些贩毒团伙 卧底时候 所遭遇到的心理挣扎 她虽然不是卧底 但是她对白家 没有一点的归属感 甚至整个云梦之境 都没有任何的归属感 她来这里 只是为了寻找 进入尊者的路 所以啊 此刻面对着小公主 天真无邪的眼神 秦宇却是一下子 语色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也正是因为 秦宇内心挣扎的时候 小公主打开宫殿前面的心阵 秦宇都没有来得及阻拦 藏宝殿没有人守卫 就是因为 这儿有心阵守护着 这心阵只要没有达到 三节尊者 就别想硬闯过去 如果真有三节尊者 以上的强者过来 那就算有守卫 也没有用 所以根本就用不着守卫 小丽 你进来 小公主打开了宫殿门 而后 回头朝着秦宇说道 秦宇苦笑啊 她知道 自己这时候 要是不过去 是不可能的 以小公主的傲娇脾气 决定了的事情 是不会放弃的 不过秦宇也打算好了 就随便挑个一两件 一般的宝物 就可以了 让她 一进入这宫殿门之后 秦宇的神色却是变了 因为在她踏入这宫殿门的刹那 整个眼前的景象陡然一变 出现的是一个宽广无边的阁楼之中 上百排的架子 有兵器架 有药瓶架 还有一些古籍玉剪架 琳琅满目的出现在她的面前 那些兵器还有盔甲 以及各种护具 都散发着各色的光芒 将这整个阁楼 给点缀得如同七彩世界一样 一股股充满了沧桑和杀鸡的武器 在诉说着他们曾经经经历过的战斗 这里是历代白家这一只脉前辈 所留下的宝贝 这里的宝贝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万年了 除了武器盔甲之外 这里更多的是各种古籍 里面有着这一分支一脉的 所有前辈所修炼的秘书 有自创的 也有属于白家王族共有的神通 这才是一个王者之脉的底蕴 哪怕这个王者之脉已经没落了 但只要有这些底蕴在 只要有几位超级天才弟子 这一个之脉便是可以再次崛起 这样的底蕴如果是放在外界 仅仅是一个王者之脉的底蕴 恐怕就可以横扫整个玄学界了 更何况这还只是白家的一个王者之脉 整个白家的底蕴会有多深厚 可想而知 而和白家齐名的其他三大家族的底蕴 也同样是可想而知 整个云梦之境的底蕴又将会有多深厚 就更不用说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久登和善 眼磨 完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久登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1577集 云梦之境 完全是碾压整个玄学界的存在 今以有些庆幸 云梦之境的人 不会走出云梦之境 不然的话 整个玄学界 乃至于整个现实世界的格局 恐怕早就改写了 小丽 你自己去挑衅个几十件吧 小公主倒是没有秦宇这样的震惊 因为这藏宝阁 她已经是进来过很多次了 而且 在她小小的年纪中 对这些宝物的威力 也没什么概念 几十件 听到小公主的话 秦宇的嘴角抽搐 这要是白木和那前婆知道 小公主的话 估计杀了自己的心 都有了 秦宇可以想象得到 这样的藏宝阁 里面的任何一件宝物 要想获得 都要对家族 做出巨大的贡献才可以 而自己对于这支脉 可是没有任何的贡献 小丽 快点去挑吧 一会儿阿牧他们就要回来了 小公主看到秦宇 站在那里不动 有些着急地喊道 秦宇没有再回话 走到武器那一架 随意地拿起了一件盔甲 之所以会选择那件盔甲 是因为那件盔甲暗淡无光 而且上面都布满了灰尘 当然 最重要的是 秦宇一眼便是看出 这灰尘下面的盔甲 充满了裂痕 这是一件几乎已经是 报废了的盔甲 一件快要报废的盔甲 会放在这里 秦宇猜测 是因为这件盔甲的主人 应该在这一支脉 是一个挺有代表性 或者说是挺有身份地位的一个 所以才保留了这盔甲 小公主 我就要这件了 小公主看到秦宇 拿着这件盔甲 一脸的不满 她就算再不懂 也知道光芒越亮 代表着宝贝越好 而这一件盔甲 一点光亮都没有 小公主小嘴一多 很显然是有些生气了 不过下一刻 却是朝着那些架子走去 在秦宇目瞪口呆的眼神中 双手拿满了东西 走到了秦宇的跟前 那这些东西你都带着 小公主把所拿来的十几个 瓶瓶罐罐 还有一些骨骑 全部一股脑地丢向秦宇 接着转身 又朝着兵器内篮走去 小公主从武器架上 抽出一柄 比她的身子还要长的长枪 而后吃力地朝着秦宇这边拖来 很显然呢 在小公主的眼中 这长枪最长 应该就是最厉害的 看到小公主吃力的模样 秦宇连忙上前 帮忙将长枪给握在手中 顿时啊 一股带着乌尽杀鸡的气息 透过枪柄 穿入秦宇的身体之中 一声充满杀鸡的呐喊 在秦宇的脑海之中响彻 这是这长枪前任主人 所留下来的杀念 看来这长枪在当年前主人的手中 没有少银血 秦宇感叹了一句 这长枪啊 是尊者级别的武器 所以小公主没有办法 激发出来这股杀鸡 不过 我已经是有追影了 这长枪对我来说 倒是没啥用 秦宇正打算 怎么开口拒绝小公主 为好的时候 在他的头顶上方 江山设计图一闪而逝 而就在这一刹那 一道白光朝着阁楼内里 伸出而去 这突然的变故 小女孩没有看到 但是秦宇却是感受到了 秦宇的表情有些古怪 他当然知道 这白光是啥东西 那是小九 小家伙又从江山设计图内 给跑出来了 秦宇捂住额头 他当然知道 小家伙会为啥 从江山设计图内 跑出来 那是因为 他感觉到了宝贝的气息 只要哪里有宝贝 哪里就有这小家伙 至于小家伙 可以从那里 打开江山设计图 秦宇也不觉得意外 因为自从江山设计图 有了自己的世界术之后 便是等于有了自己的灵 可以做到 自动打开和关闭 这世界术 有着自己的灵质 也就知道 自己和小家伙的关系 小家伙要出来 自然不会阻拦 看着面前的小公主 金玉心里 突然有一种 浓浓的犯罪感 小公主这边 不断地给自己送宝贝 而另外一边 小家伙却又去搜刮人家的宝贝 秦宇想要呼唤小家伙回来 不过他却发现了 小家伙根本就不理会他 而且似乎是怕他找到一样 竟然还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气息 小烈 还有东西呢 看到秦宇接过长枪 小公主高兴地笑得大眼睛 都眯了起来 而后又跑到了架子去 拿起了一样又一样的东西 护甲 披风 护具 大把的御令俘虏 总之啊 最后堆在秦宇面前 都有着秦宇的人那么高了 好了 小烈 我累了 就带这些走吧 小公主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毕竟是十岁都不到的孩子 搬动这些东西 也是难为他了 一张笑脸红彤彤的 额表还有精英的汉字 秦宇伸出手 帮小公主擦了擦汗 其实啊 他早就想喊小公主停下来了 但是小家伙还没有回来 要是现在出去的话 等到外面行政关闭 小家伙恐怕就走不了了 啊 小烈 你还要啊 那我搬不动了 你自己去拿吧 小公主看到秦宇不动 还以为秦宇还要宝贝 当下说道 我 我还要几件 秦宇极其艰难地对着小公主 说出了这几句话 说完之后啊 难得的脸上有些红韵 她已经是打定了主意 等到小家伙回来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这小家伙一对 白家圣城 因为天交战的即将到来 整个白家圣城都变得热闹非凡 仅仅是这三个月的时间了 年轻天才之间的较量便是爆发了不下数十起 昨日 第十四山的一位超级天才和第十三山的一位超级天才 大战了一场 那场面 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 哎呀 这算什么呀 半个月前 第八山的一位超级天才 找上了白长青 结果十招就败了 而就在三天前 第八山的三王子 找上了白长青 结果 还是败在了白长青的手上 这 这白长青 这么的厉害 一个茶楼内 人群 一片道西气声 那是当然 要不然的话 八年前那些王者之脉的人 怎么会找上白长青 开出各种条件 要白长青加入呢 是啊 当初白长青 可是轰动了整个盛城呢 只是没有想到 这白长青竟然拒绝了 之后这些年 一直没有白长青的消息 大家都快要忘记这个人了 没想到这一次的天交战 即将开启之际 这白长青 又一次一鸣惊人了 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白长青 没有那些王者之脉的 超级天才的修炼资源 却依然能够战胜这些超级天才 白长青的天赋 得有多可怕呀 八年磨一剑嘛 这一次 前十 必然会有白长青的一席之地 不 我猜前三 前三有些难吧 要知道前三山的那些超级天才 还有王子和公主 都没有出过手呢 毕竟人家的修炼资源 是白长青的几十倍 而且还有王的指导 都别猜了 明天就是天交战开启的日子 到时候就见分小了嘛 第十一山 第一抹晨曦照射的时候 秦宇便是出现在了山口中 而除了秦宇之外 还有小公主 以及白木和前婆 白木和前婆 看向秦宇的目光 带着古怪 因为此刻的秦宇 就好像是一个 移动的藏宝库一样 秦宇的身上 光是盔甲 便是穿了四脚 手上还带着四个法器手镯 背后憋着双刀 手中握着一杆长枪 要见呢 还挂着一领长剑 除此之外 白木和前婆可是知道的 在秦宇的怀中 还揣着上千张俘虏 而且最低 都是御令级别的 其中步伐 可以威胁到 七品巅峰的俘虏 小丽亚 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小公主 对你的期望和好意 前婆咳嗽了一声 朝着秦宇开口说道 两个多月前 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 小公主便是已经带着秦宇 和这些宝物 离开了藏宝阁了 事已成舟 他们就算是阻止 也没有用 更何况有小公主在 如果他们真的 将消利的这些宝物 给收回 恐怕小公主 也不会答应 看着白木和前婆 我脸上的古怪表情 秦宇当然是知道 这两位心里 在想什么 实际上 她穿着这一身的装备 连她自己的脸皮 都有些发热 只是面对着 小公主的好意 和执意要她穿上 她也不好 伤了小公主的心 好了 天交战的场地 即将要开启了 小丽 我带你前去 天交战 在白家圣城内的 一个禁地之处举行 那里是一个 类似于小世界一样的 古战场 而只有报名了 天交战的人 才可以进入 古战场开启之后 等到所有报名 参加的天交 都进去之后 便是会关闭 直到一个月后 才会再次开启 天交战 每个人报名的时候 都有一张身份牌 一旦被夺走了身份牌 便是意味着淘汰 而对方的身份牌上面 则是会多出来 一道标记 一个月后 身份牌上标记 最多的前十位 为胜出者 所以 如果遇到强敌的话 那就把身份牌 给对方 一旦交出身份牌 便是会被传送出来 白木一边领着 秦宇下山 一边介绍起来 天交战的规则 千万不要逞强 记住 只要还活着 那么一切都有可能 依你的天赋 未来必然能够 绽放光芒 可如果连命都没有了 就是再天才 也没有用 木户 这都是同族之间 也会下杀手 秦宇眉头微微一皱 虽然说呀 不属于同一分支 但到底都是白家人 难道上面的那些大人物 就愿意看到这些天才 自相残杀吗 要知道 能够参加天交战的 都是族内的超级天才 未来都将是白家实力的保证 因为气运 白木的神情变得很严肃 小烈 这一点也是王告诉我的 现在我告诉你 但是你不要对外声张 虽然我白家的资源很多 但如果所有的超级天才 没有陨落过的话 那就是以白家的资源 也迟早会被消耗殆尽的 但这只是一般族人的猜测 只有王他们才知道 天交战之所以不阻拦 族内天才相互杀戮 其实是因为气运之争 王曾经跟我说过 气运才是决定一位 超级天才能否走到更远的根本 每一位天才 都是有气运半身之人 所以才会一出生 便与众不同 拥有过人的天赋 说到这里 白木脸上露出回忆之色 当初王就告诉过我一句话 如果把这些超级天才的气运 都集合在艺人的身上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秦鱼眼神闪烁了一下 因为他已经是明白 白木想说什么了 实际上 关于这气运之争 他早就知道了 并且经历过了 当初三十六栋天福地的人 参加三会大比 不就是为了夺取他的气运吗 这才是为什么 家族会把这样的比试 叫做天骄战的原因 那就是用这些超级天才的气运 集合在一起 造就出了一个真正的天骄 白木说完之后 看向秦鱼 当他看到秦鱼沉默 还以为秦鱼是被自己 突然透露出来的这个秘密 给震住了 当下拍了拍秦鱼的肩膀说道 不过 萧烈 你也不用太担心 每一次天骄战 死的天才人数 并不是太多的 也就是十分之一而已 而这还是有大部分天才 不甘心认输 最后才被杀死的 我想 我运气不会那么差的 秦鱼笑了笑 答道 不要小去了这天骄战 要是你不是我们这一脉的 也就算了 不过因为咱们这一脉 出了一点状况 有许多王者 分脉 都和咱们作对 你要是碰到这些分脉的超级天才 难免会被下杀手 所以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一路交谈 一个时辰过后 秦鱼跟随白木 终于是来到了天骄战开启的地方 那是一片大山 而在这大山的上方 此刻有着一个七彩的漩涡出现 而在这七彩漩涡的一侧 则是漂浮着两位老者 这两位老者 闭目站在那里 对下方数万族人的关注 丝毫不畏所动 这是咱们族内的两位长老 都是三杰尊者的实力 每次天骄战开启 都会有两位长老出动 来到这大山的下方 白木看到秦鱼的目光 落在上方的两位老者身上 开口解释道 两位长老负责开启封印的古战场 现在时间未到 一个时辰之后 时间到了 两位长老就会开始行动的 而此时啊 在这大山的下方 已经是汇聚了数百的年轻人 这些都是参加这一次 天骄战的白家的超级天才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当阳光照射到 这大山的山脚的那一刹那 金鱼清楚的看到 那两位长老的眼睛 瞬间便是睁开了 两股极其恐怖的威压 从大山之顶落下 压得下方数万白家人 全部沉没 上一刻还人声鼎飞的山脚 一瞬间安静的落争可闻 十年一届天骄战开启 族内报名的天才 进古战场 两位长老中的一位 开口了 而另外一位 则是将手中的一块令牌 按在了自己身后的 那漩涡之中 七彩漩涡吸收了令牌 陡然增大了数倍 一股股杀鸡 从里面透射而出 这杀鸡啊 竟然都是实质化的 化作一道道黑色光芒 想要朝着四处冲散 不过呀 那位先前呢 将令牌按在漩涡内的长老 却是出手了 一手直接探出 那些黑色光芒 便是被直接给打回了漩涡之内 这一幕 镇住了下方的所有人 入内 一个时辰后 战场关闭 另外一位长老淡淡地开口 咻 就在这位长老话音落下的时候 便是有数十道身影 朝着山顶漩涡中去 而这其中的三道身影 则是遥遥领先 白痴 给我滚下去 要滚 也是你白山滚下去 那最前方三道身影中的两道 在半山中 却是突然交手了起来 很显然呢 这白痴和白山之间 有着仇恨 漩涡边上的两位老者 对于这一幕 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而下方的人 也没有多少人惊讶 因为每一次 古战长开启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的天才们 还没有进去 便是战斗了起来 当然更多的人 却是朝着漩涡而去 一位位天才 踏入了漩涡之内 这其中啊 有十几位天才 冲天而起的时候 引得下方的人群 惊叫连连 那十几位啊 都是热门的 超级天才 好了 小李 你也该进去了 嗯 秦宇点了点头 而后啊 也是朝着山顶而去 这是啊 当秦宇出现在 人群的视线中的时候啊 所引起的轰动 超过了那些 热门的 超级天才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8集 这人是谁啊 这穿的什么呀 我没看眼花吧 这人是穿了多少盔甲 才能够显得这么用重啊 你看他身上的光芒 这些盔甲 都不是反品啊 带剑又带着枪 背后还背着俩长刀 这人是极品啊 金玄出现在半空中的刹那 那便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而这些人将注意力 落在秦宇身上的原因 便是因为秦宇的穿着 从天交战出现以来 有几位天才会穿着几件铠甲 会带着几件武器 没有 秦宇是第一人 因为那些超级天才啊 都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啊 这些白家的族人 这还是没有看出 亲与怀中的那数千张福禄 不然的话 恐怕会更加的无语了 这人是哪一份之的 很陌生 不认识 我认识 这人是上一次 招收外门弟子的时候 被招进来的超级天才 好像是叫小力 我去 太无耻了吧 真是太丢我们白家人的脸了 参加一个天交战 竟然穿上这么多的装备 这小力 是哪一个分支的 好像是第十一山的吧 听着下面的白家族人呢 声讨和议论声 亲与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如果可以 他也不想这么穿的 当亲与走到漩涡处的时候 就连那从头到尾 目光都是望向远处的 两位长老 眼神也是朝着亲与这边 瞟了一眼 而那些跟亲与差不多 同时进入漩涡的超级天才们 更是表情怪异 不少人脸上 则是露出了激讽之色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修炼靠的是自己本身 外物终究是辅助 穿着如此多的盔甲 那么只能是证明 对自己的不自信罢了 这样的人 对他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只能是白白的 给他们送分罢了 秦宇踏入了漩涡 而在秦宇踏入漩涡后不久 两位长老中的一位 手一挥 那漩涡便是缓缓关闭 而与此同时 那令牌则是再次飞到了 长老的手中 古战场关闭 一个月之后 再次开启 另外一位长老说完这话之后 两位长老便是在这漩涡边上 闭上了眼睛 这一个月啊 他们都将会在这里等候 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于经常闭关的三节尊者来说 并不算多久 漩涡之内 当秦宇踏入进去之后 便是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 同时一股巨大的吸力 将它朝着下面拉扯 没有任何的反抗 秦宇任由着吸力 将它朝着下方拉扯 因为在进来之前 他便是从白木的口中 对着古战场有所了解了 这古战场 有着超大的吸力 八品尊者境界之下 几乎不可能在空中飞行 只能是短暂的月期 而且高度还不可能超过十丈 至于这寒气 则是古战场内的杀鸡 是死在这里的历代 超级天才的怨气所化 至于先前泄露出去的 实质化的黑色杀鸡 按照白木告诉秦宇的 这是古战场本身 所拥有的杀鸡 这里是古战场 在某个远古的时代 这里曾经发生过大战 但是具体发生过 什么样的大战 白木也说不上来 不只是白木 整个云梦之境的人 除去四位老祖之外 没有人知道 这些古战场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当初到底发生过 什么样的大战 是的 这样的古战场 在整个云梦之境 总共是有四个 分别位于四大家族的圣城内 十分钟后 金玉终于是落在了地面之上 这里就是古战场 看着脚下大片军裂开来的 黑色土地 看着一座座青岛的黑色山脉 还有黑色的河流 金玉的眉头微微照起 这是一片没有生机的土地 不时的有着杀戮之气 从地底之下射出 朝着秦宇袭来 不过都被秦宇身上的 盔甲的防护光芒给挡了下来 没有在原地多停留 秦宇便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虽然按照白木所说 在古战场没有什么目的地 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找到他人 然后争夺身份牌 之后便是等待一个月的时间结束 所以在古战场 很多人都选择在原地不动 然后等待着他人的到来 因为在这个犀利极恐怖的古战场 想要走动 那就得动用念力 这对于七贫以下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以义代劳 是许多人的选择 只有那些最顶级的超级天才 才会主动出击 当然 秦宇并不是想要主动出击 吸引着秦宇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 是因为他面前的一座断山 这是一座青岛的山脉 整座山脉 就好像是被一柄利剑 给割断了一样 中间之处 有着一道高达百丈的悬崖 不贵 就在秦宇朝着这山脉走去 不到一里的距离 在他的面前 便是出现了两道深夜 那是两位长相 十分相像的男子 哥 来了一个宿死的 嗯 刚解决了一个 这个 你出手 秦宇的目光 落在了这两位男子的脚下 那里 躺着一具尸体 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 哟 还是一头肥羊啊 竟然带着这么多的装备 看来是某一只王者 分脉的大人物的子嗣 两位男子肆无忌惮的目光 在秦宇身上打量 两位男子都是七品 初期境界 这样的实力 在所有进入古战场的 超级天才中 算不上顶尖 但也算是中上了 看来 你们就是收割者了 收割者 是白木告诉秦宇的 而每一届的天交战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就是因为 有这些收割者的存在 收割者 实力 一般是在中上 但要想 博得前十 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这些人进来 参加天交战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取得 前十的成绩 而是为了杀死一些 比他们弱小的天才 而后得到这些天才 身上的宝物 秦宇之所以会这么确定 就是因为 这两位男子脚下的 那年轻人的尸体 如果不是深仇大恨 或者试杀之人 在天交战刚刚开启的时候 恐怕没有人 会愿意下杀手 因为 夺身份牌 是天交战的规则 但如果下杀手的话 谁知道对方有没有杀手锏呢 或者说是两败俱伤的底牌 所以 一般只要对方 愿意交出身份牌 谁也不想因为下杀手 而因此 引起对手的拼命反击 导致受伤 只有这些收割者 才会想着杀人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夺取身份牌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不可能成为前十 而一般收割者 有着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第一 就是非王者之脉出身 因为 只有这一类人 才会缺修炼资源和法技 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年纪偏大 虽然能够参加天交战 但是收割者的年纪 都是偏大 接近了五十岁的底线 所以其实 在天赋上面来说 是不如其他的天才 只是运气碰巧 赶上了这十年一届的天交战 当然 收割者的存在 在白家的族人 那都是知道的 甚至某种程度上 也是默认了 收割者的存在 真正的天才 自然是不怕 这些收割者的 而如果连收割者 都打不过的话 那死了也是白死 有时候现实 就是这么的残酷 站在秦宇面前的这两位 从年纪上来看 便是中年的样子 应该是四十多岁 但是五十岁不到 而且这两位 都是七品初期境界 在这一次天交战中的天才 当中属于中等 不过关键的是 这两人是一起的 也就是说 只要别碰到 七品中期境界的天才 那么以这兄弟 两人的实力 其他的人 那是直接横扫 而在这两兄弟的眼中 秦宇不过是六品境界 身上还带着 这么多的装备和宝物 简直就是一只 标准的飞羊啊 哥 杀了他 我觉得咱们 就可以离开这古战场了 省得遇到意外 嗯 是啊 一只这样的飞羊 到手了 就足够我们兄弟俩 修炼百年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只飞羊身上的宝贝 可是不少 而且 还都是好货色 在两位中年男子的眼中 秦宇已经是镇板上的肉了 逃都逃不了 两位 都是白族的人 又何必呢 秦宇看着这对中年男子兄弟 开口说道 呸 什么族人 都是为了自己修炼 别说是族人了 就是同一分支的 也都是如此 那位中年男子中的一位 狠狠地配了一口 哼 少说废话 碰上我们兄弟俩 只能算你命不好 留下名字 这样我兄弟两人 从古战场离开后 去给你立个坟头 上炷香吧 哼 我想 我还是不需要 秦宇摇了摇头 下一刻呀 身上的盔甲光芒闪烁 几件盔甲 同时闪烁 无尽的光芒 将秦宇照耀得 如同一个神灵一样 你们动手吧 秦宇笑着 看向这对中年男子兄弟 以他身上的盔甲防御 没有七品后期 根本就不可能打破 你 动手 两位中年男子 同时朝着秦宇出手 兄弟两人 很显然 合机之术 已经是很纯属了 同时出手 丝毫不乱 相互配合之下 是包围了秦宇的 所有退路 想要收听 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 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秦宇站在原地不动 只是笑着 看向这中年男子兄弟俩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两位呀 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 而事实上 也是如此 当这中年男子兄弟 两人的双手 即将拍在秦宇身上的时候 一股光芒 从秦宇的身上 盔甲中射出 那光芒 直接是将中年男子兄弟 两人给反弹了回去 我说了 你们奈何不了我的 秦宇撩了撩头发 摆出了一个寂寞无敌的表情出来 妈的 我就不信了 全力出手 打爆他的盔甲 哪怕是把这盔甲 给打废了也好 中年男子兄弟俩 是彻底的怒了 全力朝着秦宇出手 一道道的能量 朝着秦宇涌去 不过呀 秦宇只是那么站在那里 盔甲散发出来的光芒 便是全部将这些能量给化解掉了 斩插时间之后 中年男子兄弟俩 气喘吁吁的停下来 因为他们呢 真的是没辙了 他们已经全力进出了 但还是无法攻破 秦宇身上的盔甲防护 你 中年男子兄弟俩心里 郁闷得几乎是要吐血了 想他们堂堂七品境界 可两人同时出手 竟然奈何不了 因为六品境界的这小子 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个现实 可是 他们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妈的 算你小子运气好 咱们走 最终啊 这中年男子兄弟俩 还是决定放弃 因为他们不想把时间 浪费在秦宇的身上 面对着防护的 如同龟壳一样的秦宇 兄弟俩也是无奈了 他们是收割者 参加天交战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 其他天才身上的宝物 和秘书古籍 要是精力都放在秦宇身上 等到虚脱了之后 没准还给了他人可乘之机呢 哎 怎么就走了 继续玩玩呗 秦宇笑着 看向这中年男子两人 喊道 妈的 你小子给我等着 中年男子兄弟俩 放下狠话 就要离开 不过 秦宇的眼睛 确实眯了起来 目光看向两位中年男子的前面 在那里 一位妙龄女子 正一脸冰冷地 站在那里 汉仙子 快跑 两位中年男子 在下一刻 也看到这妙龄女子 脸色 骤然大变 转身就要朝着两侧 头盾 首歌者 该死 妙龄女子脸色冰寒 手中的长剑射出 朝着其中的一位中年男子射去 而自己则是一个闪身 便是出现在了 另外一位中年男子的身后 轰 妙龄少女一拳轰在了 那中年男子的背后 中年男子整个人 朝着前面飞起 身躯在半空中 便是炸裂开来 与此同时 这妙龄女子的长剑 也是刺入了 另外一位中年男子的胸口之处 那中年男子 直接是栽倒在了地上 中年男子两兄弟的元神 分别从身躯内飞出 一脸的惊恐 也不敢逃跑 朝着那妙龄女子 抱拳求饶道 汉仙子饶命 我们兄弟二人 再也不敢了 同族相残 难道你们忘记了我白家的祖训了 妙龄女子看着死在地上的那位年轻人的尸体 一脸的杀气腾腾 秦宇听到这妙龄女子的话 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天交战 本来就是给所有族内天才 一个合法相互杀戮的机会 这已经是不成文的潜规矩 是是是 我们兄弟两人错了 我们兄弟两人 也是为了自保 一时失手 才杀死他的 就像这 这位 这位兄弟一样 我们兄弟俩 就没有出手啊 听到中年男子 两兄弟的话 秦宇更是翻了一个白眼 当真是睁着眼睛 说瞎话呀 就你们攻击了 我斩查时间 竟然来一句 没出手 这脸皮 也是够厚的 你们以为我没有看到吗 从头到尾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了眼里 妙龄女子的目光 看向琴 眼神之中 却是带着一缕 鄙夷之色 如果不是看在你们 同事族人的份上 我早就灭掉了 你们的元神 现在 你们给我滚出古战场 等到天交战结束 我再找你们算账 多谢 韩仙子不杀之恩 多谢 韩仙子不杀之恩 中年男子 兄弟俩脸上 露出狂喜之色 二话不说 就是朝着远方顿去 没有了身份牌 一会儿 他们的元神 就会被送出古战场 这兄弟俩人 已经是想好了 等出了古战场 就立刻离开盛城 到时候 看那韩仙子 去哪里找他们 中年男子兄弟俩 元神走了 那韩仙子的目光 便是落在了 秦宇的身上 身为白家族人 参加天交战 竟然如此借助外物 真是丢进了 白家人的脸 秦宇有些乌语了 他很想告诉这位 韩仙子 如果不是你 先前在一旁看着 我他妈早就出手 解决那俩混蛋了 没错 秦宇之所以先前 没有出手 就是因为 他感知到了 不远处 有着韩仙子 在那观看着 所以 才没有选择 暴露自己的实力 你还是自己 退出古战场吧 韩仙子 自己以命令的口吻 抄着秦宇说道 这天交战 没有说 不可以借助外物吧 不然两位长老 也不会让我进来 秦宇答道 你以为 靠着这几件盔甲 就有用 我告诉你 我要将你的盔甲 给击碎 只需要区区三招 所有参加 天交战的人当中 起码有超过二十人 可以击碎你的盔甲 秦宇没有反驳 这韩仙子 是七品巅峰境界 要击破自己身上的盔甲 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果这盔甲没用的话 那这些东西呢 秦宇笑着 从盔甲内 掏出了一叠的 玉令符露出来 这些玉令符露啊 闪烁着 银白色的光泽 你 韩仙子的妙目 都看直了 只说了一个你字 便是无语了 因为啊 他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1579集 如果韩仙子去过外界 并且在城市 待过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他就一定 会知道一句话 土豪任性啊 没错 此刻的秦宇 就好像是一个 任性的土豪一样 好像一个小孩身上 却揣着几百上千万 也许啊 一张御令俘虏 对韩仙子 造成不了伤害 但如果当数量 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就是韩仙子 也得躲避了 量变引起质变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唉 你好自为之伴 韩仙子实在是 不想再看到 秦宇这张笑脸了 因为啊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 一巴上拍死眼前这人 韩仙子走了 秦宇看着韩仙子离去的背影 脸上的笑容 却是慢慢地收敛 目光 看向了前面 断山山脉的高处 韩仙子 来自于第九山 白家这一次的超级天才当中 排名前十五的存在 秦宇一边回忆起 白木 所跟他介绍过的 这一次比较引人注目的几位天才 这位韩仙子 便是其中之一 韩仙子 也许实力在白家这一次 参加天交战的 所有超级天才当中 并不算是最强的 但绝对是最瞩目的人之一 原因无他 就因为韩仙子是女性 女性总是比较容易受关注的 尤其是韩仙子这种实力与美貌并存的女子 那就更是如此了 关于韩仙子 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此女的正义感 也许其他超级天才 在天赋上让白家族人折服 但是在人品上 确实不一定了 只有韩仙子除外 将韩仙子和那两个收割者的事情 抛在脑后 秦宇静直朝着那断山山脉顶处走去 其实啊 就连秦宇自己也不知道 为何要前往那断山山脉 只是内心深处 有着那么一种直觉在推动着他 随心而行 率性而为 这就是这一次秦宇进入这古战场 给自己定下的行事准则 断山山脉 当秦宇踏上这山的时候 目光便是陡然看向一个方向 眸子之中有着光芒闪烁 下一刻呀 秦宇的目光朝着左前方走去 不过在走了十五米的距离之后 秦宇的右手突然朝着右侧一抓 手心伸开 那里有着一条正在缓缓游动的黑龙 实质化的杀鸡 没想到在这里又见到了 秦宇感受着手掌心中的这道黑龙杀鸡 这道杀鸡 给秦宇的感觉并不是一般的杀念 凝聚而成的 这杀鸡更好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秦宇的耳畔 就好像是响起了某种声音 这是当他认真捕捉的时候 却是捕捉不到 与此同时 秦宇手掌心的那道黑龙杀鸡 消散不见了 这 这杀鸡 秦宇的眸子看向远方 到了现在 他可以确定 这黑色的杀鸡绝对不简单 这处古战场到底曾经经历过怎么样的大战 白族的人 或者说是整个云梦之境的人 没有一人说得清 似乎在天交战出现之前 这古战场便是已经存在了 到底古战场是如何形成的 为何要称为古战场 又是谁和谁在大战 一直是云梦之境 所有人心中的一个谜 如果这实质化的杀鸡 是要诉说什么 那是不是 只要捕捉到足够多的杀鸡 便是可以知道 这片古战场上 曾经发生过什么了 秦宇突然对这片古战场 拥起了好奇之心 他有些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片古战场的来历 当下便是继续朝着山脉深处走去 到处都是断山滚石 整片山脉充斥着荒凉和死寂 没有任何生机的存在 不过呀 秦宇毫不在意 因为随着他朝着山脉的深入 他手掌心的黑色杀鸡便是越多 秦宇将这些杀鸡给凝聚在一起 却并不去尝试听取这杀鸡里面 想要诉说的话语 因为他知道 机会只有一次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杀鸡 而随着秦宇越朝着山脉深处走去 这黑色杀鸡出现的也就越密集 到了最后 秦宇便是可以确定 这些黑色的杀鸡 应该便都是从这些山脉的深处冒出来的 咻的一声 又是六道黑色杀鸡出现 秦宇右手一挥 那六道黑色杀鸡便是被固定住 下一刻 秦宇手中出现了一个瓶子 将这六道黑色杀鸡给收入了其中 这个瓶子是一件圣器 是秦宇从第十一山的藏宝阁中拿出来的 具有须弥纳戒子的作用 里面有着一片不大的小空间 第六十五道了 手机黑色杀鸡还在继续 只是越往里走 秦宇的速度也就越慢 因为杀鸡越来越浓了 饶是秦宇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他身上的盔甲便是已经破损了一件 可以承受七品后期强者攻击的盔甲 却是被这黑色杀鸡给击毁了 这黑色杀鸡有多恐怖 可想而知 而秦宇才只是走了两公里 离这山脉的最深处和最高点 还有着数十里的距离 三公里 四公里 五公里 当秦宇走到十公里后 他身上的盔甲已经是全部破碎 只剩下了那一件 本就是损坏了的废弃盔甲 除此之外 秦宇的脸色也是有着一缕苍白 为了抵抗这些无孔不入 和出现的无计可循的黑色杀鸡 秦宇一路念力 便是没有停转过 七品巅峰 只能是走到这里 便是止步了 秦宇的目光看向前锋 七品巅峰的实力 到这里 想要前行是不可能的 不过好在的是 他是半步尊者 尽量得到更多的黑色杀鸡 这样才能凑成一段完整的话 秦宇想过 之所以他会听不清 这黑色杀鸡所诉说的话 很大的一个可能 是因为这一道杀鸡 只是代表着一个阴节 一个字的阴节 连一个字都算不上 再走一公里 一公里之后便是后退 这是秦宇在心底的决定 古战场内 离着秦宇 有着数百公里外的一座 断山山脉 有着一个男子 此刻和秦宇 做着同样的动作 不断地收集着黑色杀鸡 不过呀 此人相比起秦宇 走得不过七公里而已 脸色已经是一片苍白 很显然是要达到极限了 所有人都觉得 天交战的最大机遇 便是会得到家族赏赐 争夺幽梦草的机会 但我从上万年前 一位家族前辈留下来的 一份预见中 确实知道 这古战场 真正的机遇 是这些黑色杀鸡 当年那位前辈 就是因为发现了 这一个秘密 最后成为了 五阶尊者的强大存在 我不敢确定 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 但是这机遇是唯一的 我一定要加快速度 这还不够 男子咬着牙 右手在怀中一拍 一块翡翠盾牌 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慢慢地扩大 将他的前方给挡住 这是我花了所有的积蓄 换来的一道 一位三阶尊者 所炼化的盾牌 可以在一刻钟内 发挥出来 三阶尊者的防护力 这一次 一定可以成功的 男子的脸上 带着疯狂之色 为了这一次的天交战 为了此刻 他筹划了足足十三年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现在这机遇 眼看着就要唾手可 这让他如何不激动 真正的万古的战场 我白气疯 来了 男子带着那盾牌 再一次加快的速度 朝着前面进发 好了 再下去 就是我也承受不住 这杀鸡了 再走了一公里之后 轻易停下了脚步 看着手中玉瓶内的 数百道实质化的 黑色杀鸡 下一个 右手一捏 玉瓶碎裂 那些杀鸡 疯狂地 便是朝着四处逃散 不过 秦玉又怎么会 给这些杀鸡机会 双手掐绝 右手化作巨大的手掌 将这些杀鸡 全部给覆盖住 最后 一把抓住 数百道杀鸡 五心不甘 一道充满了悲伤 如同惊雷一样的声音 在秦玉的耳中响起 仅仅是这一道声音 便是让得秦玉的心神失手 差一点便是昏厥过去 这是 秦玉震撼 如此充满了不甘的怒吼 到底是发自何人 仅仅是一道声音 便是让自己 差点昏厥过去 这声音的主人的实力 便是可想而知 五知后人 岂会是罪人 五知子民 怎会是罪人 五知世界 又怎会是虚妄 尔等不公 要灭五知子民 一声震天的怒吼响彻 秦玉忍不住 一口鲜血喷出 这声怒吼 带着不甘和愤怒 还有着无尽的杀鸡 五的子民 怎会是罪人啊 五不答应 五不答应 声音突然停止了 秦玉愕然 看向手掌心处的 那些黑色杀鸡 结果却是发现 只剩下了 那么一小缕 不是这声音的主人 听止了话语 而是因为黑色杀鸡的数量 不够 秦玉的耳畔 再次变成了 那呢 疑难不清的音节 如果说 先前的秦玉 还只是对着 黑色杀鸡中的声音 有些好奇 想要知道 这些黑色杀鸡 到底是要诉说着什么 那么 此刻的秦玉 就是迫切地 想要知道一切了 这是一个古战场 而这声音里的内容 带给了秦玉一个讯息 那就是这个古战场的出现 很有可能和这声音的主人 有关系 可惜啊 以我的实力 只能走到这里了 再走下去 便是承受不住 这些黑色杀鸡了 越到里面 黑色杀鸡 除了越来越多以外 也是变得越来越强大 就秦玉 现在所在的位置 一道黑色杀鸡 足可以杀死一位 七品巅峰的存在 我身上的盔甲 都已经全部 秦玉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身躯 结果却发现 最里面那件 原本就是破损的盔甲 竟然还是原先那副模样 那些黑色杀鸡 并没有让这盔甲 再多一道裂痕 这一发现 让得秦玉惊讶 下一刻 右手放在盔甲上面 感应了一下 不过随即 神情便是有些失望 因为这盔甲 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看到盔甲 没有变化 一开始 秦玉还以为 这盔甲是宝贝 只是先前 自己没有发现 也许此刻 会有什么变化 不过 结果 还是让秦玉失望 这盔甲 没有任何的变化 赌一把 不行 就出声而退 秦玉看着前方的山脉深处 最终还是决定 再前进 试试看 这盔甲 是不是真的 能够挡下 黑色杀鸡的能量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及时 抽身后退 就在秦玉 朝着前面 走了一米的距离 一道黑色杀鸡 便是朝着他射来 这一次 秦玉没有进行 任何的防护抵御 任凭这道黑色杀鸡 射在他的盔甲之上 七品巅峰的一击 就算是这盔甲 承受不住 也最多 只是一点轻伤 这点伤啊 他还承受得住 然而 最后的结果 却是让得 秦玉的眼睛发亮 因为那看起来 残败 废弃的盔甲 竟然真的 抵挡下来了 这道黑色杀鸡的能量 那黑色杀鸡 射入盔甲之后 便是消失不见了 而那盔甲 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我看左眼了 这盔甲 绝对是一件 非凡的宝物 虽然已经是破损了 但七品巅峰的能量 依然是可以 轻易地抵挡下来 要是没有破损的话 绝对是尊者级别的 没有再犹豫 有了这盔甲 秦玉便是再次迈步前进 而且速度比先前 还要快了许多 因为这一次 他只要负责抓取 这黑色杀鸡 而不用使用念力 护住身躯了 斩查时间 一刻钟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 秦玉已经是身处 山脉深处了 而此刻在他的心的一个 须弥纳戒子的瓶子中 已经是有了上千道的 黑色杀鸡 而此时 这里的黑色杀鸡 所散发出来的恐怖能量 让得秦玉都不敢再去收集了 因为 这里的每一道杀鸡 所拥有的能量 都达到了一个 一节尊者的实力层次 没法收集杀鸡 但秦玉也没有后退 依然是向着前面走去 因为他身上的盔甲 可以抵抗得住 这些黑色杀鸡 那么 他就当是满足一下 自己的好奇心 看看这山脉深处 到底有些什么吧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到最后 就连秦玉都已经是忘记了 自己走了多远了 此刻 他的目光 看着在身侧射过的黑色杀鸡 毛子之中 有着浓浓的震惊之色 因为 到了这里 这些黑色杀鸡 给秦玉的感觉 已经是恐怖了 虽然他不知道 现在这些黑色杀鸡 所蕴含的能量 可以和几节尊者 相提并论 但他知道一点 那就是这里的 随便一道黑色杀鸡 便是可以将它给杀死 这盔甲 看着自己身上的盔甲 秦玉的毛子 却是越来越亮 因为 随着这盔甲吸收的 黑色杀鸡 越来越多 盔甲上面的裂痕 不但没有增多 相反的 原先的那些裂痕 竟然也少了四五条 这盔甲 在吸收着黑色杀鸡之后 竟然在慢慢的复原 也就是发现了这一点 秦玉才没有转身回去 因为 他现在不仅仅是想要 收集黑色杀鸡 更重要的是 他打算复原这盔甲 这盔甲肯定是一件 非凡的宝物 这一点 秦玉已经是确定了 既然这黑色杀鸡 可以修复这盔甲 那么眼前 就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不浪费机会 是秦玉一直以来 行事的准则 不然的话 要不是因为这一点 秦玉早就选择 转身离开 而不是将自己 置身于 这么危险的地方 这里的每一道黑色杀鸡 都已经是 可以秒杀他了 另外一边 白启风身前的那护盾 已经是消失了 不过白启风 不但没有任何的 慌张之色 相反的 脸上还带着喜色 我已经是走到了 既定的位置了 这一次的机遇 是属于我的了 白启风狂笑连连 为了这一次的机遇 他筹谋了这么多年 现在 终于是到了 实现的那一刻了 从此以后 整个白甲 谁能与我抗衡 整个白甲 我将是第一天才 那什么寒仙子 什么冷玫瑰 都将沉浮在我的胯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识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晚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